诶 这不是我当年的前女友林初夏吗 怎么嫁给那个小小的高家 熬成黄脸婆了呀 林小虎 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诶 别走别走 让我拍个照片发到班级群里 让大家看看当年的笑话 变成家庭祖父了 你放开我 你谁啊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林小虎 北城林市集团总经理 花神功听我们 实际上的赶紧鼓 富可敌国的世界三大珠宝商会花神功 你就是刘大主管是吧 我滚我滚 花神 七年前害你的奸人一笔成功 花神功已成为世界三大珠宝商会 旗下的百家企业和万亿资产都等你回去掌管 请花神回宫 主持大局 请花神回宫 当年 我被奸人所害 为了保全性命 隐姓埋民加入高家 到现在七年了 花神功终于崛起了 刘明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 不过 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回去 花神 高家凑手针对 是时候离开了 请花神回宫 请花神回宫 我老公对我很好 我是不会离开 我是不会离开他的 花神功 就单是交于你达理 时机到了 我自然会回去的 既然如此 花神 这张卡有一百亿 你先花着 以后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联系 公送花神 喂哥老啊 我在酒店设了业 怎么一家人聚业 啊表哥呀 你这回国怎么没告诉我 我好去接你啊 得了吧 你那几十万的货车 我可坐不习惯 哎对了 把你那个 便宜老贝带上啊 哎哎好 哈哈哈哈 好嘞 喂初夏 你在哪呢 喂老公 我刚买完菜呢 呃 你 表哥回国了 然后在酒店设了宴会 让我们去参加 你赶紧往酒店走 我这就到 现在吗 可是 没有适合他宴会 哎呀 都是家里人 穿的干净大方就行了 没人笑话的 啊 好 哎 哎你不能进去啊 为什么 穿成这样啊 拿着把青菜的香野村妇 我们这可是北城最大的 太华酒店啊 什么人都能进来吗 我是因为太着急了 没来得及换衣服 我老公的表哥真的在这 预定了包厢 你就让我进去吧 哎呀 你要想进也行 你把那青菜扔的 啊 你丢得起这人 我们酒店还丢不起这人呢 可是 这菜是我刚买的 可新鲜了 丢了多可惜啊 一把青菜都不舍了 真是个穷鬼啊 还来这 你 这是我买的菜 我凭什么扔呀 再说了 你们酒店哪一条规定 顾客不能带青菜的 哼 真是个像野村妇啊 哎呦什么身份 来什么地方 就你这样的穷鬼 怕是连我们酒店最便宜的 往白开雪都买不起 你 别在这丢人线 哪来鬼哪去 你 难道我穿的破 就没资格进你们酒店吗 你们酒店也太狗眼看人低了 少废话给你走 走走走走走走 怎么了初夏 你在这里干嘛 怎么不进去啊 老公 你终于来了 他不让我进去 而且还让我把青菜给扔了 先生 我们这里呢 有预定的蛋是能进的了 啊 但是毕竟呢 我们这里是最大的太华酒店 对不对 我们老板说了 犹如酒店的东西 不要出现在酒店内 先生 请亮姐 初夏 你就赶快把菜扔了吧 表哥的宴会一会又要迟到了 爷爷 生气 我 好吧 我自己扔就是了 走吧 哎呦 哎呀 你看高老师男口子才来的 我以为要等我们吃完饭 他们才能到呢 对不起啊爷爷 我们来晚 爷爷 你一个招牢 是我在门口拿了一把青菜 被拦了下来 才充满时间 因为 你这是拿一把青菜 要在酒店跟我们家的菜吗 不知道 我 行了行了 快过吧 老公 你这山山来迟了 是不是给自己拿一个人 老公 让我看呀 他们是刚赶着上菜的时候来 吃完了呀 擦着点走 哎 老婆 你这话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 他们想吃这个菜 表哥表嫂 你们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我说错了呢 我说错了呢 你这山山来迟了 你说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表哥今天特地设的宴 你就穿着这样来参加宴会 你就算不给你表哥面子 难道爷爷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爷爷 哥 嫂子 你们别误会 初夏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哥 我说错了 好不容易一家人就在一起 能好好吃饭吗 爷 您别生气 一会啊 我让酒店给你拿一瓶上好的红酒 林元 你去安排 好的老婆 各位贵客你们好 受花神功之托 各将本店顶级 82年拉菲古堡 典藏红酒 赠予大家品尝 如果花神功 晚代就会一面之远了 难不成他受到掌食 便和花神职休 世界三大珠宝商会花神功啊 天呐 这瓶辣的古堡葡萄酒 可是坚持150万呢 花神功竟然送给我们高价 哥 是你让花神功安排的吗 没错 我就随口和花神提了一提 今天要来这个酒店吃饭 没想到 花神太客气了 哈哈哥 你竟然为什么花神这样的大人物 难怪刚刚说要给我们拿上的好酒呢 表哥确定 这瓶红酒是花神看到你的面子上送的 林初夏 不是看到我的面子上 难不成是看到你这个下巴老的面子上吗 这瓶红酒确实是我让花神送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初夏 胡说八道什么呢 老公 你相信我 酒真的是我让花神送的 我是想给你长长脸啊 老婆 我要是有这么像妈老的老婆 我都恨不得找一个地坑钻进去啊 够了 初夏 还嫌不够丢人吗 老公 我 初夏不要嫂啊 我劝你还是少说两句吧 也不嫌丢人 这可是价值一百五十万的法国民装 拉菲福榜 你以为是你们农村的资料土烧呀 就是啊 就你这种夏天的身份 连酒的名字都不知道 很明显 只有像我这种 立为这种身份的人 花神 才会把这种不肥的酒 水 我再说一遍 这酒是我送的 够了 我懒得和你说话 丁林 你说 花神是看到谁的面子上 才把这瓶酒送给胡花的 花绵公子说 这瓶酒受一位姓林的小姐所托 林小姐 你们都听到了吧 姓林的林小姐就是我林初夏 林初夏 你以为你姓林 你就是什么大小姐了吗 这明摆着就是说的我老婆林月呀 是不是老婆 没错 没错 我们林家呀 是北城的名门望族 花神呀 一定是看在我们林家的面子上 特意安排的 经理 麻烦您跟花神说一声 改天呀 我一定亲自都能道谢 好的林小姐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们慢慢享用 你确定你这瓶花神 这瓶酒明明就是我送的 林初夏你有吗没完啊 我还真是倒霉 你这香巴了 明星 让你有机会冒认我的功劳 冒认的是你 林初夏 你再说你去看看 你 苗浩 你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对了 你这个花花脸片的老婆 就该打 我们家在北城 也算得上是富贵人家 其容的这样的村妇 在这儿撒锅 行了行了 你夜面就吵 这个酒到底喝不喝 爷爷 喝 今天 你要多喝几杯 这么好的酒 林初夏 今天就看在爷爷的面子上 放过你 爷爷喝酒 别辜负了花神的一番美意 对 今天就看在爷爷的面子上 不喝就记下了 爷爷 我也好久没有见您了 今天也特地为您设了这个宴 而且今天给你带了礼物 您看 你还喜欢吗 天哪 爷爷 这表哥送的 可是皇室顶级粉串 上一次出现 还是四年前的私人展会上 表哥 你太牛逼了 能搞到这东西啊 那当然 这个私人买家可是身价过亿 是个超级大不好 上次我们一起吃饭 我就随口夸了一句这个翡翠好看 他二话不说就送给我 哥 你也太牛了 爷爷 你也看看 这是我送给您的古话 你看看喜不喜欢 你们送的 我都喜欢 爷爷 那您可说错了 我看有些人啊 送的不是很寒酸的 一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婆 能准备什么好东西啊 对啊 哎 我说林初夏 你们难道对爷爷 就一点礼物都没有吗 那可真说不过去了 你们可不能连弟弟命 都比不上吧 我们当然准备礼物了 我会开的 爹爹 这是我 特意准备 鸡手鸣鸣的鸡汤 这只鸡 可是我特地去乡下抓的 炖的可鸣了 是啊爷爷 初夏准备了很久了 本来说明天想拿给您的 但是表哥突然涉验 我们就顺便拿了过来 慢慢的 会开的 林初夏真是笑死的人 这礼物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啊 爷爷都不好意思说你 老大 你说我们都是几十万 几百万的送鸣物 林初夏得脸皮夺货啊 才敢把他那碗破鸡汤 拿出来 老公 林初夏这种穷山村妇 当然拿得出来 毕竟啊 像他这样的 长这么大 吃过最好的也就是鸡汤了吧 真是难为高朗 娶了这样的一个老婆 老公 咱们以后呀 还是少喝林初夏见面 省得他身上的酮酸气啊 传染上来的 你想全家的气韵 老婆 你说什么呀 林初夏呀 林初夏 你可把高老的脸皮给你尽力了 高老两哥 你好歹也是我们高家的一分子 怎么能和林初夏一样丢位 我 我们来的太着急了 来不及买贵的礼物 你人就是故意看我们笑话的吧 谁故意的 是你自己尚改这丢人 高老 你呀 就赶紧跟这个村妇离婚吧 我看呀 你要是再跟他生活下去啊 你也就全身都沾满了穷酸气 就是 你说说你啊 好歹是我高折的弟弟 爷爷的孙子 你又这样说出去的话 丢的可是我们高家的脸啊 我们怎么丢人了 我们也是用心给爷爷准备的礼物 爷爷都没说什么呢 你们凭什么说我们丢人 林初夏 给你脸了是吧 爷爷没说你 那是看在高老的面子上才能骂你 你还记得自己做对的吗 就是林初夏 你就别吵吵了 乖乖进入教训了 你迟早就把老管管 我们才说了他一句 还有十句在等多 我林初夏 你还想不够丢人吗 爷爷 欠您的礼物 我下次给您补上 我和初夏 就先走了 哎 这里要走啊 你们这样太不用面子了 就是 高老 我和你表哥好不容易回国设宴 你说走就走吧 你也太不尊重我们了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好好地加宴 被林初夏搞得乱去把揍 初夏 你们 你们简直欺人态势 初夏 你别说话了 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不想看见初夏 我就带他回去 哥了 当我是死的吗 都给我坐下 瞧来瞧去像什么样子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爷爷您消消气 我们呀就是跟弟弟弟习开玩笑呢 就是 主夏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看 你还当真了 就是啊 主夏 你这新眼也太像了 啊 你说林初夏 从乡下过来什么都不作别话了 你怎么也跟人耍脾气呢 我没有 哥 你们误会了 你们这样开玩笑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笑话 我们过分 你自己参加宴会 又是穿得破破烂烂的 又是连一件像样的礼物都没有 到底是谁过分 难道只有昂贵的礼物才能提醒孝心吗 那当然 不然 靠什么提醒你的孝心 你得这碗破鸡汤吗 我先上个洗手间 为什么 你赶紧去那预设行 没个礼物 太小太快去 我们注目的太调题 都没来得及准备贵一点的礼物 这不是你儿子的脸对吧 什么 林初夏 他都这点尝试都不知道了 行了 你别问了 来了赶紧过来 林初夏 你看看你都把你老公气走了 我要是像你这样给别人当老婆 我老公就凶退到一天坐 老婆 我什么呀 你说清楚 当然是一副黄脸婆的模样 你看看你 从头到脚 哪有一点女儒 老公 你说我说对不对 对 我老婆说什么都不对 难道要像你一样 化妆像个妖精 穿的不伦不类 就是好老婆了 老公你看他 林初夏 你再胡说一下我看看 我老婆给你面子 你还给我傲上了是不是 我可是你嫂子 怎么 你想打我呀 嫂子 我可没有这么甜酸的嫂子 我的嫂子只有一个 嫂子 你看他林初夏 这脸比城墙还厚 是不是 妹夫说的是 林初夏的脸皮 当然厚了 要不然怎么嫁给高老 看你想多汁呢 呵呵 就是 当初这个女人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把我弟弟给骗了 肯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 狐媚手段呀 你你胡说八道 我们是很正常的相恋结婚的 爷爷 我妈刚才打电话说 她一会也能过来 估计一会就到了 哎知道了 来了赶紧天赋晚快 哎好嘞 二姑不是说有事要做来了 怎么又突然来了 难道是为了给你裹了点辫子 二姑啊 现在肯定是去 就着急忙忙去挑礼物了 妹妹啊 咱们一会就看看二姑都带什么来 哥 你说如果一会 二姑挑的礼物比我的贵 那我起不成了最不孝的公子了 放心 你也不会这么想你的 林初夏都是你的错 让你朋友白跑一趟 我 不是的 我妈就是突然事情办完了 又想来了 哦 是吗 这么巧啊 老婆 妈真的要来吗 一会就来了 林初夏 你就等着被我二姑骂吧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顶嘴 啊 林初夏 你连你婆婆都敢骂呀 你们 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骂我婆婆了 看你这副嘴脸我就知道你在家肯定没有好好孝须你婆婆 妹妹 她毕竟是你嫂子 这初夏对我妈挺好的 你听到了 你老公 你老公当然吓着你了 高朗 你连这种老婆都护着 你也太没熟悉了吧 行了 行了 当妹妹怎么能这么说你哥哥呢 爷爷 我这不是被林初夏给气着了吗 好了 我这不是你儿姑姑姑姑快断了 初夏 去接上你的婆婆 哎 好的爷爷 妈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去接你啊 林初夏 你怎么回事 连个礼物你都准备不好 害得我儿子丢脸 你怎么当老婆婆 我 我们高家权利这个求三货 真是到了八倍行 我们准备了鸡汤 贵重的礼物 我们没有来得及去买 你还学会顶自己了是吧 看我打死你 妈 都看见了 怎么样林初夏 你俩的姿势如何呀 用不着你在这儿心灾乐祸 二姑 你还是打得太轻了 林初夏太不懂事了 你们少在这儿心灾乐祸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呀 二姑 你看 林初夏的眼神 好像要吃乏我们一样 林初夏 你给我老实点 别在这儿给我儿子丢人了 妈 我没有 是他们欺负的我 你闭嘴 我觉得让你进我家门就是个错 行了妈 爷都看着了 哎呀 爸 您看我这儿媳妇呀 真是太不懂事了 这是高朗给我的钱 我特意去给您挑的 你最喜欢的衣食 看看您还满意吗 二姑 你真是够快的啊 你真是够快的啊 就是二姑 你还真快 我儿子的车给我开了 刚买的新车几十万呢 当然快了 哟 是吗 二姑 看来高朗很孝顺你 那自然 爸 您看看 这块衣食 你满意吗 哎 忘了吧 哎 爸 高朗 为了给您买这个礼物呀 给我打个一百多万的 你说 我们家高朗 是不是最小水的孩子 哟 二姑 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不舒服呀 您这话 怎么听起来有炫药的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实话实说 我们家高朗 给我打了一百多万 哟 怎么不能说了 我儿子就是孝顺了 二姑 您这礼物才是几个钱呀 你先看看我高折表哥送的礼物 再炫耀吧 我表哥送的可是价值好几百万的 皇室顶级费配呢 就是 爷爷书的礼物都已经好几百万了 比那一百万算得了 好几百万 对呀 而且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买得到的 真正的有价无事 哎呀 你说我们都没炫耀 这某些人呀 还在关东面前扫大道 炫耀上了 哎 咱们以为会找回点名字 这少了 以后给儿子丢人了 都怪典主席 你们一会拦着我 二姑啊 这也不怪你 毕竟被人告诉我 对呀 二姑 您说您这个儿媳妇看您丢人 也不知道劝劝您 您说他安的什么心呀 估计啊 是报复您打他的那两巴掌呢 林初夏 您就承认吧 刚刚你不拦着二姑 是不是就想趁机报复呀 妈 我没有 你相信我 我刚刚拉你的手是你甩开 我不听我的 好了 林初夏 翅膀硬了 看我笑吗 是不是 妈 你别听他们挑拨理解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哟 弟妹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们会平白不顾的 林初夏 难道不是吗 够了林初夏 你还不已吃上了 赶紧起来 滚出去 把自己收拾干净再回来 我给你去 干吗 坐下 让他自己去 多大人了 自己的衣服还收拾不了吗 不用 让你自己去 谁 衣服上的水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刘明 你怎么在这 哦 这家菜还不错 我打包一下给兄弟 但是你这是怎么了 哦 我老公家里的搬家业 刚刚我们过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水打在身上 刘明 你是不是 刘明 请 如果有 我们刘明一定不会放过他 刘明 有件事 需要你帮忙 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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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那个价值几百万的顶级皇家翡翠更贵的 你帮我拿过来 我要送给爷爷 让他们敲不起 顶级皇家翡翠 不可能吗 市面上真正的皇家翡翠 都是在我们花神旗下的万飞仓库里 不可能有 花神运行为被骗 难道高哲 一直在吹你的骗子 嗯 花神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拆穿那个骗子 一回我给新的包装 好 我一定要拆穿他们的假面具 还有 刘明 我可不想报道我的身份 一定能保证 谢谢 哟 这么快就回来了 林志夏 你这脸皮 长得薄一点没有啊 嫂子 林志夏的脸皮 比城墙都厚呢 我看呀 用铲了都铲不下来吧 随便你们笑吧 待会儿 有你们哭的事 这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 你还想打我们 打你们 我都嫌当了我的手 你 林志夏 你怎么说话呢 你管我怎么说呢 哥老 你老婆是不是疯了 出去一趟 把脑子弄到厕所里边去了 叔叔 你怎么回事 别再起冲突了 是他们一直在找我查 你看不到吗 林志夏 反了你了 怎么跟你老公说话的 我怎么了 我一直被欺负 你们不帮我也就算了 还帮着外人一起说我 我老公不帮我 我难道还不能为自己辩解了吗 叔叔 你够了 别和妈起冲突啊 哥老 怎么后悔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娶林志夏这种低贱的怼人 不知道廉耻 不知道心疼老公 就会给你丢人 我看不知廉耻的人是你吧 林志夏 你什么意思 现在就像疯狗一样 竟然是咬谁一口 高哲 你说我不知廉耻 你自己送爷爷假货 还不知廉耻 撒谎骗人 吹牛装逼 你说什么 有种你在说一遍 我说你说谎骗人 林初夏你是不是疯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有没有胡说 你心情是骗子 林初夏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人 我就不敢动手 你还想打我呀 你一个大男人打一个女人 说出去你这个脸还要不要了 林初夏我老公打不了我打得了 你以为我会乖乖等着你打我吗 你找本事了是吧 林初夏 你怎么骗什么说我的礼物是假的 爷爷可得给我和高职做主啊 我跟高职辛辛苦苦给你准备的礼物 现在被这个奸练说是假的 您说他安个什么心呀 初夏 你说话都要讲证据啊 爷爷我敢说 我自然有证据 初夏 你别闹了呀 你有什么证据啊 林初夏 你闹成这样 待会儿看你怎么收场 妈 老公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揭穿高折的真面 林初夏你刚刚去了一趟洗手间 是满岛的冲击马桶里了吧 你一个乡村野妇 天也能没见过什么猪宝 你能看出什么真假 就是你觉得我一个堂堂北城御访的儿子 能看出演吗 真的 他们送给爷爷的礼物是假货 他们是骗的 你还敢嘴硬 我没有说谎 二哥 我是看着你和高老的面子 才放任他这么污名 如果今天你不给我交代 那这个事情 我刚说跟自己放下 就是 林初夏你以为我们是你随便能得对的起子吗 林初夏我就看着你倒霉吧 你说说 你是不是吃了熊心抱个胆了 竟然敢得对我表哥 你也不看看他是什么身份 他不光送的礼物是几百万的 就连戴的手表 都是价值几千万的 就是表哥 你可不能对他输了 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了 林初夏 如果你现在 给我跪下 并且把我的鞋擦拦下 再给我磕头 我可以放好 而且 刚才的事情 我们就一点点 林初夏 你就是我和你表哥大方 你按照你表哥的要求到不限 这事就算文了 我让你这个黄脸磕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了 还不准备归下道歉非礼物 林初夏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林初夏 你表哥都给你台阶了 你还不知道下吗 非逼的我杀你啊 表哥 初夏知道错了 你就看见我的面子上 别和他计较 高老 我要不是看在你面子上 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林初夏吗 你给我打去打去 我高折在国外 别人得罪我 这是什么样的瞎扯 那就不是擦皮鞋 磕头这么简单的事情 初夏 你赶紧道歉啊 你赶紧道歉啊 老哥 副下毕竟是我老婆 你就别让他会了 这样吧 我改日一定带好上好的酒 都不能道歉 老公 你别求他 我有证据证明他的东西是假的 高朗 看来你老婆是敬酒不是吃罚酒啊 你也别求我 给他机会 他自己抓不住 高朗啊 等这件事情结束 你就赶紧把林初夏凶了吧 他 他也不是好歹 你们就这样挑拨离间 我一定会拆拆你们的真面目的 林初夏 我就看看你一个村妇 怎么拆成 够了 别吵了 我是个头疼 林初夏 你说你有证据 从证据拿出来 拿得出来呢 爷爷 自然是会站在你这边 但是要拿不出来证据来 结果爷爷很轻 高折 怎么说 好 但是爷爷 我要是拿出证据来 证据他的东西是假的 你是不是该给我点奖励 当然 你想要什么 我要爷爷答应我 让我去给我老公当助理 去高水上班 林初夏 难道你演这出戏的目的 就是在这儿啊 怎么 该在家里当务集成处的不好吗 非得出来霍霍别人 我只是刚好想到这个就提出来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精心谋话 你送爷爷假的礼物 你到底居心何在 林初夏 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证据 我会让你后果说到每一句话 我又不相信我弄出一个婆娘 高折 听我说还是听你吵啊 爷爷对不起 我错了 您说 您说 林初夏 我答应你 但你要拿不出证据来 不仅要和我的高折 下会 还要给我的高朗离婚 我高家融下你这种 信口四黄 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女人 天下 这 这 你别甩 就这么电了 林初夏 你有意见吗 我答应 好 你的证据拿出来吧 再等五分钟 林初夏 你真的逼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五分钟 我们就陪你等五分钟 我都要看看 五分钟之后你该怎么收场 林初夏 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你这么会装逼演戏啊 就是 林初夏 你现在表面装的这么淡定 内心肯定吓死了吧 马上到了 我看到的时候 你们还懂得狡辩 林初夏 今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非要和表哥他们告诉我 我想就都救不了你 气死了 老公 你别担心 我是真的有把握 来和他们告诉我 来了 我去开门 什么呀 我的证据到了 哎哟 还有外人呢 林初夏 你演戏演的挺全呢 你马上就笑不出来 林初夏 你怎么能随便带乱七八糟的人过来呢 这位小姐 我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说话最后我注意点 你谁啊 花神宫大主管 刘明在此 我听说有人谎称是我们花神宫的朋友 谣言有皇室的顶尖翡翠 这对我们花神宫的名誉 极大的影响 现在我要对他进行上赋 什么 富可迪伯世界三大珠宝商会花神宫 花神宫旗下的湾飞集团 可是北城的龙头企业啊 刘先生 据我所知 花神应该从会在大众部前后不了吧 这个高折 冒充是花神的朋友 而且用一块假的玉佩欺骗我爷爷 林小姐 我们不会轻易放他 而且 我看到高折先生戴的手表 也是假的 放的劳力士和真的是有差距的 你凭什么说是假的 什么 假的 假的 当然是真的 你们被被他骗了 他肯定是林初夏找来的演员 林初夏你说吧 花了多少钱过的演员 就是你们肯定是一伙的 就想诬陷我们 高老爷子 你也觉得我是假的吗 不敢不敢给我买家 没钻 没钻 什么 爷爷 他真的是花神工作流明了 你这个不孝子 竟然敢冒通花型朋友 还说假话混我 我 我不知道啊 高折先生 我们花神说了 你不顾他的名誉招摇撞骗 他很生气 现在 我们要对你进行起诉 你做好准备 我 爷爷 爷你就有爷爷 我再也不敢了爷爷 林小姐 您说呢 刘管家 您为林初夏干什么呀 他一个乡野村夫 他能懂什么呀 您就看在爷爷的面子上 不要跟我们计较吧 你给我住口 林小姐 林小姐是你能诋毁的吗 如果再这样说 这可不是赔偿和起诉这么简单 刘先生 我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我就是想要个道歉 没听到吗 还不敢这么道歉 我凭什么给黄李博道歉 好啊 不道歉也行 刘明 那就按照 花神的要求带吧 好的 那就别怪我们花神公不讲情面了 不不不刘管家我们错了 你们道歉 我 我我我道歉 对不起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对不起 还有你们呢 对不起 对不起 这还差不多 让你们再嚣张 对了 这才是黄家真正的顶级毁碎 我代表花神公 送给林小姐 你说好 我等下回去了 好 你回去吧 怎么这是黄零啊 怎么这是黄零啊 嗯 那个 我上天买菜的时候帮了一个人 没想到就是花神 说下 你认识这种人 这告诉你呀 我给忘了 这不刚才遇到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的 哎呀 哎呀您看呀 我们家兔夏多厉害呀 既然认识这种人物 这价值好几百万的皇家回去啊 人家说送就送了呢 爷爷 这个月 我说刚好送给你 您照顾好身体 可是 可是这个是花神送给你的呀 送给我不合适吧 花神 还不就是我 送给我的 就是给您的 好啊 那我就先记忆保管着 等你和高郎生孩子 我再送给你 爷爷 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那您 答应我去给高郎做助理的事情 爷爷 收下送给人呢 您就说着吧 这都是我们的孝心 明天我就去 明天我就去 爷爷 总时间说话不算说了 这 我就先收下 或者 好好跟人家 随便您出现 啊 做好人 做善事 别再 弄的是假货 骗人了 多丢人啊 不是爷爷 我也是给别人骗了 我不是故意给你送假货的 行了行了 我就不和你记下了 以后呢好多为止 林初夏 你给我等着 又是走了狗屎运 别太嚣张了 这 门闭 老板 更敬 麒麟 一直看著翡翠 他暗示的都這麼明顯啊 我能不送嗎 平時我怎麼沒見你這麼精靈呢 你怎麼沒說來孝敬孝敬我呀 不開眼了 虧到我們家供你吃供你喝 你弄胳膊肘你往外滾了你 好了嘛你就少說兩句吧 你瞪什麼瞪 你別以為你認識花神功那樣的人物 你就可以給我臉色了 我告訴你 這次啊人家給你這塊翡翠 就是把你那個人情給還上了 你以為人家下次還會理你呀 媽 我只是困了我沒有瞪你 媽 今天折騰的夠累的了 您趕緊去休息休息吧 我們去給你做飯好吧 你一個大男人進什麼廚房啊 讓黎叔下去 好好好都聽你的 趕緊去休息吧 你今天讓我下不來台 今天還讓我照片 我一定會讓他好看 可是老公 林初夏那丫頭 竟然認識花生公的人 我們 你以為像花生公這樣的家庭 會把一個小小的林初夏 放在眼裡面 今天只不過我們是碰巧了 撞到槍口上了 你等我有機會 我一定要怎麼當算 我一定要怎麼當算 他一定會逃出我的生存心 對一定是這樣 林初夏那丫頭 怎麼可能攀得上花生公的人呢 那賤人現在不定在什麼地方得意呢 今天可讓他出風口了 我不會放過他 爺爺還答應他 讓他明天去給高朗當助理呢 我不會讓他如願的 想讓他當助理 我就把高朗給打下去 看他給誰當助理 這叫高明啊老公 林初夏 喂 王總 有件事情需要你幫忙 你說你說 我們倆兄弟 你還跟我客氣什麼 我需要你帶人出面 給高朗找個理由 讓他犯錯 我必須讓我爺爺 把他給我降下來 哎呀高總 這畢竟高朗是高老爺子的親孫子 牛頭是很好找啊 老狐狸 王總 您放心 事情辦完之後 好處肯定少不了你的 哎好說好說 高總見外了 你說我給他找一個什麼理由好呢 他老婆林初夏 明天就要給高朗當助理了 那 您就從林初夏入行吧 林初夏 看來這個人惹到我們高總了 哈哈哈哈 反正啊 希望王總把這個事情辦得漂亮 我要讓林初夏 好看 這個高總放心 我一定給高總辦漂亮 嗯 哎 哎 初夏 你為什麼要讓爺爺答應你來給我當助理啊 我就是想跟著你學點東西 昨天宴會上 嫂子他們說的雖然難聽 但是也有道理啊 我不能在家閒著等著做個黃臉婆 萬一你不要我了 跟我離婚怎麼辦 哎呀 我不會的 你別聽他們瞎說 反正啊 我會一直認真工作 好好跟你學習的 一定不會給你添亂 好 你想學就學吧 高總 王總說就你的過風問題 要去開會 他已經倒流下了 馬上就到辦公室了 做風問題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好的老闆 老公 這出什麼事了 這個王總 恐怕來著不善呀 這樣 你一會兒儘量別說話 好 我知道了 王總 王總今天怎麼有空到我這兒 哼 聽說你把你老婆的 讓他給你當處理 啊 是 呃 我爺爺同意了 出下呢 也就是在這兒學習幾天 您放心 我肯定不會讓他 對公司的利益 產生什麼影響的 還沒什麼影響 你聽聽公司內部員工 都在討論什麼問題 啊 至於我們對面什麼人都進來 已經 有很多人造成了質疑 給我們公司帶來多大影響 什麼 怎麼會呢 什麼呀 呦 這位就是林初夏小姐吧 好好的家庭主婦不當 來這裡當禍害 你說什麼呢 我幹什麼了 我就成禍害了 哼 幹什麼你不知道嗎 都是你這個蠢貨 害得公司現在人心惶惶 王總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高老 你老婆這種沒見識的村婦 就不要帶來公司 丟的是你的人 我怎麼就丟我老公的人了 我才剛來公司 什麼都沒幹呢 林初夏 你在廁所 惡意刁難我們的員工 還說什麼都沒幹 什麼 初夏 你 你都幹了什麼呀 你爹老黑人 明明是他故意刁難我 怎麼成為我刁難他了 高老 聽到了嗎 你老婆已經承認了 就是他在公司廁所 與咱們的員工發生衝突 他林初夏 用老闆家的身份威脅別人 你知道造成多大影響嗎 初夏 你真的不被賬到萬人工啊 老公 你不要聽他胡說八道 我沒有 我才是被刁難的那個 那你可不告訴老公 讓你老公給你吐氣 我看你怎麼在這角面 我只是不想讓我老公為難 你出現 反正你對我們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夠了 你必須把他趕出去 初夏 你真的太讓我失望了 老公你 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有另一個叫小莉的 你把那個女員工叫來 你問問到底是誰為難誰啊 好 我讓你死個明白 去把小莉叫來 老公你相信我 我真的沒有用老闆娘的身份去威脅別人 哼 多了 你這個老婆 不僅沒押教 還沒頭腦 發謊成性 我看你啊 趕緊把這個拖油鏡扔了吧 你 老公 我真的沒有反謀 郭總 老闆你找我 小莉啊 別害怕 今天我跟你說說 你儘管把早上發生事情說出來 小莉 你說清楚 初夏和別人在廁所發生了什麼 你看見的是他推著我 是不是 你還扶我來著對吧 我 我 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說 不要因為林初夏是高朗的老婆你就包庇他 懂嗎 我懂王總 是 是林初夏 他先退的圓圓 而且他還 他罵圓圓是妖精 他說圓圓打扮那麼好看 就是為了勾遠高總 但是圓圓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啊 高總你可得為圓圓做手 你 林初夏 你要怎麼好說的 王總 高總 林初夏 他還打了圓圓 而且他還威脅我們 不讓我們把事情說出去 他說 他是老闆娘 他來這兒就是為了看著高總 耶 你胡說八道 你為什麼要陷害我 老公 我沒有你要相信我 王總 高總 你們可不能因為林初夏身份特殊就不管我們 嗯 高總 這下你聽清楚了 你這老公也太佩服了 王總 這裡面 一定有什麼誤會 初夏他不是這樣他也沒有那麼多心思啊 初夏 我相信你 你肯定不會那麼做的 要不然 你先給小莉道個歉 老公 你相信我 我林初夏說沒做過就是沒做過 我真的沒有故意撞過圓圓 也沒有打他 都沒有用老闆娘的身份威脅他 我不會道歉的 哼 再怎麼說你也是高朗的老婆 現在有沒有證據 圓圓因為你辭職了 你當然說你沒有了 我 我沒有 是圓圓先抓的我 小莉 你為什麼要發謊呢 你都看到了 王總 高總 我 我真的沒有撒謊 我要是撒謊的話 先拿五雷轟 林初夏 你還不道歉 你還沒有意思到我問你的嚴重性 你以為這件事情你道歉就完了嗎 你老公也要跟他一起說吧 什麼 王總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高朗 你以為你老婆她的女人是誰 她是百利集團老闆的小女兒 人家夫女來咱們公司體驗生活 你老婆這樣得罪人家 你以為咱們和百利集團的合作 還是談得成嗎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 高總 這件事情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覺得以你現在的能力 很難勝任高氏總經理的職務啊 我 王總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和百利的婆婆合作 我會解決的 哼 一個年低頭何款各難 來來來去去 走 不錯啊表現得不錯啊 下個月把你升為部門經理 謝謝王總謝謝王總 我一定要好好幹 唉 好了你拍馬屁了 讓你和袁不以為難臨出下的事 別說漏漏的 否則 有你好過 肯定不會肯定不會王總 那個 不過 呃圓圓真的是百利公司老闆的女兒 哈哈 怎麼可能 只是百利公司老闆的女兒 恰巧也叫圓圓罢了 好了 那也回去上班吧 反正圓圓也不會回來上班了 去 閉緊嘴巴 好的好的 你放心你放心 書家 你說你到底為什麼非要去惹別人呢 我 我沒有 好 好了 王總照顧您了吧 是 是 是爺爺啊 王總的意思 就是爺爺的意思 應該是 先降職吧 每個公司風言風語 不利於長期發展 可 可是爺爺啊 你就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要把那個項目 我一定會再拿回來的 爺爺爺啊 我一定會再拿回來的 爺爺爺啊 我以為你住下人士 被政財發發人 是個客族制裁 沒想到啊 那你付不上牆 你老婆歸我家學 爺爺公司給我住人了 爺爺爺怎麼說啊 我以為你 爺爺降職了 這下你高興了吧 怎麼樣高總 之前給你辦的是不是很漂亮 哈哈哈哈 還是王總啊 辦事兒 總是滴水不漏 給你的一百萬已經打到你的卡上了 辛苦費 記得 看一看啊 哎哎 好好好還是高總打發 以後有這種好事 多記得我一點啊 好嘞好嘿嘿好 怎麼樣老公 一切竟在整個 現在啊 我才是高市的總經理 我就知道我老公最厲害了 哈哈哈哈 區區的一個黃臉婆也配合我鬥 我弄不死他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辦呀 我們當然要一步一步的 從老爺的手裡 把高市公司 好熟啊 哈哈 好了 今天上班感覺怎麼樣啊 對嗎 你問您出下吧 我被他害了 我被他害了 降實了 什麼 降實了 媽 我今天去上班被人給陷害了 他害的高朗降實 媽 我也不是有心啊 你個蠢貨 第一天上班你就捅這麼大的樓子 我們高家真是找了八倍都沒 才請了你這個媳婦 媽 我也是受害者 抓緊時間過滾 我在家裡不想看見你 媽 都這麼晚了你讓我去哪啊 你愛上哪上哪 我不想看見你滾 滾 媽 我明天就去找爺爺讓剛好復職 行了 別吵了 初夏你就別越幫越忙了 今天我是沙發你睡床吧 好好好 兒子你快去休息 唉 老公 我一定會讓你復職的 少說大話了 要不是看到我兒子面子上 我就把你給趕出去 我沒說大話 我有辦法 我一定會讓高老復職的 痴人說夢 你啊 抓緊洗衣服拖地 我真是不該相信你 我還以為你認識花神功的人 就轉聚你 結果呢 你還是個掃把心 害得我兒子受這樣的委屈 今天啊 我讓我兒子一定跟你離婚 一定是有人算计我 我一定會找出這個人的 喂 劉明 你幫我調查一下 和我老公合作的百利公司 怎麼突然取消了合作 好的 華神 我馬上給你調查 李住下 默默唧唧幹什麼呢 你說你還能幹成什麼事 媽 我已經洗了很多件了 你這就給我喊累了是吧 你別以為你認識花神功的人 我這個婆婆就使喚不動你了 媽 我沒有這個意思 哼 沒這個意思最好 洗完衣服抓緊做飯 我兒子要回來了 哼 阿神 我已經按照您的吩咐調查清楚了 百利老總收了王總的錢 你說的那個圓圓 根本不是百利公司老闆的女兒 這個王總要幫您處理了嗎 先留著 你安排一個項目給我老公 我要讓我老公復職 等我老公復職了 我在一塊收拾他們 好的 潛水管的項目很不錯 我馬上就安排 花神還需要我做什麼儘管恢復 好 老闆老闆 花神功的人來了 師父和咱們高士全開前所玩的項目 太好了 高總幹有請 嗯 公主王怎麼樣 高總還好 哎呀高總就是厲害啊 這才剛上回一個月 就給咱公司帶來這麼大項目 應該有 我還是高士總這地方 哎呦您真是深藏不露啊 既然認識花神功這麼大的財團 哎 不是一天 就是 誰便認識他 哎呦 高总别谦虚了 面子真大啊 花神工的人还亲自来咱们公司 给我们送合作 那就预示高总 一切顺利 兄弟可惜了 咱们兄弟两个 宏喜宏喜 走走走 雷总你好你好 我们之前见过面子 没想到刘总还能记得我们高市 我代表高市所有的员工 欢迎刘总到来 来 准备 喝到话就不必多说了 我这次来 想将花神工旗下 万非集团牵手丸的项目 我给你高市来说 只要刘总愿意给我们机会 你放心 我们高市一定会给您满意的 对对对 我们高折高组 可是国外来的人才 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 我想二位是搞错了吧 我们花神工是看在高朗先生 是林初夏小姐 在老公的面子上 才把这个项目交给你们高市做的 又是林初夏 什么林初夏 那个黄脸婆 这位先生 林初夏小姐是我们花神工的贵宾 请你说话注意一下 要是再让我听见你 对于初夏小姐不定 受死了 我不敢 我不敢啊 没有 小伙 您别生气啊 二位还是别再耽误我们时间了 赶紧把高朗叫来 要是再耽误一分钟 我们花神工随时就会变 别别别别 我去 我马上就去啊 我马上就去 谢谢 刘总 您是说 您和我们这次合作是因为初夏的原因 是的 花先生 您看一下 发动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没有的话我自签了 好好好 没有没有我马上去 我马上去 嗯 那行 那我就回酒楼了 你老婆 你老婆不是乡下来的野丫头吗 怎么会认识 花神工这样猜的 走狗水运罢了 这种狗水运 我们走几次了 怎么会认识 初夏以前在马路上帮过一次花神 所以 花神都对初夏好一些 怪不得呢 我说呢 你怎么把花神工这样的赛团呢 不了 你别勒腾了 雷初夏这种都是约 这种意思 哥 我没有可以 但是这次合作 那确实是初夏的功务了 不了 合同失情 我知道了 晚上去你们家 我们往往请就行 哎 好嘞 我知道了爷爷 这该死的林初夏 老是怪我好事 明天老头子还去吃饭 他肯定会把高老 负食的 高总 你瞎他起来 刚才你也说了 他这次不过总是狗水运 下次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就是 老公 我就不信那林初夏 能次次都有花神工的帮助 而且啊 现在咱们这次线的事情 我也没被发现 对吧 林初夏这个蠢货 他们发现什么 就怕是现在还要哭哭啼啼 求着花神跟高老合作了吧 老公 林初夏多哭哭几次 花神就烦了 到时候我们对付一个林初夏 还不是易如反掌 对啊 我一定想办法把高氏 抢过来 不过王总 上次让你诬陷林初夏的小丽和圆圆 这个事情 可不能让林初夏知道 也别让花神知道 如果被花神知道了 对我们很不利 放心吧 不会的 小丽呢已经调走了 圆圆已经辞职了 不会找到她 刘明给了一张上亿的卡 不用白不用 我要买一些贵点的礼物 送给我老公 请如她复职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圆圆 是你 就是你在高氏集团里故意转的我 呦 是你这个倒霉蛋啊 怎么 自己穿蓝鞋堆的衣服 你敢来这种 上百万一套衣服的店里 上次王总跟高折 难道还没把你跟你老公赶出去吗 原来真的是王总搞的鬼 只是没想到还有高折的手品 赶紧走吧 一股子穷酸气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顾客吗 你可别往你脸上贴金了 就你这种穷酸黄脸婆 也配当我的顾客 你要是再这样对我出言不屑 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你 你不就是山里的一只野鸡吗 怎么 以为嫁给了高朗 就真能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你就不怕我投诉你吗 可笑 你投诉我 来来来 我帮你把我们经理叫过来 看看是他让你滚 还是让我滚 你信不信 该滚的人一定是你 行了行了 吹牛的话就不必说了吧 经理经理 我们这儿有一个臭乞丐 在摸咱们家衣服 您快来看看吧 看来你说瞎话 还真是有一套本事 真是可笑 你啊 还是好好想想 大伙怎么求饶吧 我随便添油加醋的一些话 就能让你赔钱 实相的话 现在就赶紧给我跪下 磕个头 否则 等会经理来了 我让你赔钱 赔到倾家荡产 那你就等着看看 到底是我赔钱 还是你赔钱 真是搞笑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你在说些什么你知道吗 怎么了 经理 就是这个女人 衣服穷酸气 买不起还搞破坏 我赶都赶不走 你是不是活腻了 我告诉你 我们这可是意大利著名品牌 一套衣服几百万 你赔得起吗 你就敢摸 我敢摸 我就敢买 原来是有你这样的领导 怪不得底下的员工这么悄悄 你嘴巴放干硬点 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 我早就删你十个耳光 你一个大男人 你动我一下 你试试 我跟你说你别逼我 你信不信我真能删你十个耳光 哎呀经理 这种人就是欠收拾 你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难道我就没有买衣服的权利吗 我现在就要两套最贵的衣服 你们不卖 经理 他要是装逼 就让他装吧 我看他一会儿怎么付钱 好 我给你拿 但是 你要是付不出钱 你就要给我跪下 磕十个头 便拿我一身爷爷 说不定 我会心软放你吗 我就看着你忠臭 大伙扑的人一定是你 什么 你怎么会有花生公的黑卡 说 是不是你偷的 对一定是你偷的 花生公的卡这么好偷的话 你们去偷一个我看看呀 你 你这就是在狡辩 那也是你捡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刘大主管 你就等着被抓吧 喂刘大主管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有件事情跟你说 嗯 说 哎刘大主管 有人好像捡了黄石工的黑卡 他现在就被我们关在店里 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呀 什么 你没把初夏小姐关店里了 你是不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啊 我 你竟然是初夏小姐不开心 你被解惑了 洪子马上给你解情 给我滚 喂 刘大主管 我 我不知道 经理你 给我滚 给我怪你你不长眼的东西 现在 我有四个买了吧 有有 明小姐 求你给我留下活路吧 你别说这道书吧 辞退我 我错了 我永远无助 你你放过我吧 都是原来这个不长眼的贱人 你打我骂我都行 只要你减七 现在知道球 我了 可惜呀 我也说不动刘明 你好都为之吧 我是因为是 那些不长眼的东西让你不开心了 那些 我哪里的特力了 刘明 你现在把圆圆和小丽带去公司 我要让欺负我的人都付出代价 给你送礼物呀 恭喜你复职 谢谢你 你也太没有事了 这是公司 送礼物回家送不行吗 就是啊 没看到我们在谈公事吗 我问过助理了 你们谈完了 我才进来的 林初夏 你也太没有教养了 我看没有教养了 我看没有教养的是你们 你也没有教养了 你也没有教养 冯老师 你也不算了 你也不算了 我看了 你也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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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比较整 你也比较整 在这 我认识 你还不算了 我unkub 我讓你處理 你說 我要高哲和王總給我道歉 他們兩個勾結圓圓和小莉誣陷我 什麼 李初夏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呀 李初夏怎麼知道 我有沒有胡說 自己心裡清楚 初夏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老公 上次你被降職 我被誣陷 都是高哲和王總在背後搞的鬼 李初夏 你不要胡說 講話是要講證據的 對對 你有證據 我看你們還真是不見官才不掉淚啊 我一定會讓你們後悔 李初夏 你別以為你現在有花神功來撐腰 就可以隨意的抹黑我 你以為我高哲 是好惹嗎 你以為我也是你這種鄉野村婦 可以誣蔑的嗎 像你們這種臥瘦的人 也可以提花神功 李初夏 我給你臉了是不是 你竟然說我臥瘦 不 你老婆太不幫你放眼裡了 再怎麼樣我也是你表哥 他能這樣跟你說話 你這樣放人家嗎 初夏 你是不是我臥瘦了 表哥他 不可能這麼做的 老公 我一定會揭穿他們真面目的 壞了 難道真的讓林初夏抓住把柄 我得趕緊走 給你引火燒身 好了好了 說來說去也是你們高價的事 那我這個外人就先走了 王董 你是不是心虛了 劉明帶著媛媛和小莉 就把柄絨上和小莉 馬上就來了 什麼 原來 林初夏 你不會找花旋公幫忙了吧 你都知道了嗎 你 王總你閉嘴 初夏 林初夏 李梅 李梅 我 我真不知道你是花旋公的貴人啊 我我有眼不住啊 你就放我走了 零零來又不就完了呀 你覺得現在求人還有用嗎 李小姐 二天 我們我們給你喝口 我們再看看啊 平明 讓他們兩個滾出北城 我再也不想看了 不要啊林小姐 林小姐我們知道錯了 請您放過我們吧 讓你滾蛋 滾蛋 不要啊林小姐 林小姐請您放過我們吧 滾 我會的 我會的 王總 你是怎麼辦這事啊 不不 林小姐 都是他 都是高折 都是他的主意 你打我吧 你打我吧 你打我 你小小伙 求求你了 求求你你放過我吧 求求你了 劉明啊 像王總和高折這種小的 就該破產 好的你才知道 哇塞公馬上去辦 不不不 不要我錯了我錯了 我 林小姐 我來過那麼久 不是高老的哥呢呀 哇 哇 鬼大 哦呀 喂 你好 你害怕 好不好 我对不起 没关系 他们也得到惩罚了 高朗 真的是你啊 好久不见啊 彭宇 真是好久不见 你怎么会来北城呢 我记得咱们大学毕业后 就没有再见了 这不是跟着北城新进的 富翁叶哥来的吗 正好 叶哥要请咱们所有老朋友聚一聚 你可不能找借口 不来呀 行 叶哥的聚会 我一定去 那就这么说定了 哦 接着代家属啊 听说你老婆是个小门小户出来的 别怕丢人 带来让我们看一看 行 我会带着初夏一块去的 那就这样 你回来了老公啊 哎对了 明天你跟我去见一下我的朋友 见朋友 可是 你的朋友我都还没见过呢 我去的话会不会很尴尬啊 不会的 都是一些老朋友 而且啊 还是北城新进首富 叶哥的聚会 咱们都去总共努动 对高家的发展也有好处的 那行 我去 大家来着都挺早呀 有 够了啊 来来来 这边坐一下 咱们先唠唠嗑 叶哥还没来 啊 你旁边的是你老婆吗 我介绍介绍啊 这是我老婆 雷初夏 啊 我还以为你老婆是什么天仙呢 原来就是个黄脸婆呀 早就听说北城的雷初夏最不受婆婆代价 我还是以为是长得多好看呢 才不放心 原来是正好相仿啊 就是阿哥了 你看你老婆都穿着都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说什么呢 我这是衣服怎么了 还做什么了 今天可是我们大富豪叶哥的同学就会 你看我们每个人谁穿的不是名玩 你在挑你穿的 都看不出来 哪个牌子 你说是在哪个路边拉几同学见的吧 你 哎 这我这时 这段时间啊 太忙了 没有在初夏去买件衣服 都是我的错 哎 行了行了 人家两口的也许就是爱 我坐 来来 高朗坐 我们呀就是想要开个玩笑 你们俩或者 我开不起玩笑了吗 这种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 不想 高朗 你这是娶的什么老婆 大家就开个玩笑而已嘛 这么开不起 我看啊 你以后还憋带他来了 对啊高朗 不是我说 你看看我老婆 不仅对我事业带来了帮助 还打扮的这么貌美如花 我带出来这么有面子 老公 你以后还是离他们远一些吧 我妈可说了 像这种香烟从府身上自带慧气 你可别被他影响的气云 这么好的 还有这种说法呢 那我也得远离 我可不想倒霉啊 我还能骗你不吵 这种女人一看就满身从翻车倒霉啊 你们太过分了 我好歹是高朗的老婆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 一点都不尊重人 怎么 我们说错了吗 你不就是一只香里的眼睛吗 怎么 你以为你嫁离过了 就能山西变混化了 就是 像你这种女人活着有什么用 既不能帮助老公的师爷 又拉里拉里他的 看着就让人恶心 可真丢我们女人的脸 我怎么就丢脸吗 就因为我没有化萌装 没有穿名牌吗 有 脾气还真不小 说两句都不喜欢 到了 你就不管管了 啊 主长 少说两句吧 毕竟是我的朋友 还有林夏 就你这样的 名牌你也不配 就别浪费你老公的钱了 看到我手穿的戒指了吗 这种东西 像你这种女人 你都只看那件事有可能 就是 我要是娶你这样的老婆 我也不给他没关系 就你们这种素质的人 钻石呆在你们身上 简直就是对钻石的侮辱 哎你怎么说话 我们什么人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什么人 你不解心里清楚 我跟你脸是吧 要不是看着你老公 搁老面子上 你信不信 我一定让你好看 那个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点事 我不就先走吧 走吧 车下 哎 到了 叶哥还没到呢 你这时候走 算这么回事啊 他们啊 就是嘴上没个板的 开玩笑 开得有点破了 叶哥马上来了 难道 你才惹他不开心吗 行了行了 行了 大家也没什么乐意 都是朋友 双话四游乐点 我们也都是好心 别那么小心眼 其实啊 都是好心 给你们提一些建议 说不定你老公回去 立马就跟你买名牌 衣服的钻石了 叶哥 你终于来了 我们啊 可怕等到你了 来 衣服 来 各位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们也知道 这北城一旦吐石了 我们劳斯莱斯 还没事了 没事没事 叶哥 您是大忙人 能通过来陪我们 吃吃饭 喝喝酒啊 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那是忙人 来叶哥给你坐坐坐坐坐 行啊 还得上菜吧 哎 好好 服务员上菜 哎 叶哥 听说你这次来北城 是说 北城三大财阀世家的 花神工来合作的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跟我们透露透露消息来 你还是跟上学熟一样 消息永远都是这么人通 那我也不瞒你们了 确实是有问题 叶哥 我可听说这次合作 可是上天意的大案子 那你要搞成了 你这个身价 你翻上一番啊 哎呦 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我们是不是得给叶哥 庆祝一下呀 就是就是啊 叶哥 我们今天怎么着也得开一瓶 飞达酒店最贵的酒 给您庆祝庆祝 庆祝 庆祝啊 我们来 哎哎 哎好好好 行吧 既然是你们的一番心意啊 我也就不好推出了 你们 挺吧 应该的叶哥 恭喜你啊 哎呦 这不是高了 你看我进来也没看见你 你可是我们这一帮子 以前看得最好 叶哥 您真爱开玩笑 您才是最厉害的人 我 就不提也罢 哎 虽说好看不提张眼影 你看看高了 看你现在混成朋友 越后越上 哎呀叶哥 你也不看看他娶了个什么老婆 您没来之前呀 我们好心好意给他提建议 他呀 还跟我们甩脸子来着 是啊 还有这么一件事 是真的叶哥 没有没有叶哥 初夏只是心直口快了点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是他们先瞧不起我的 我为我自己的尊严辩解几句怎么了 初夏别说了 你就是高老的老婆 是有点配不上家的 高老你怎么回事 事业不行也就算了 怎么找老婆的眼光也不能差 就是 叶哥 我估计他带林初夏来参加您的聚会 主要就是想让他认真自己有多差 对 老老啊你就承认吧 你其实是太早已经任务林初夏了吧 我没有 你们别胡说 天下男人都一个样 我可不信你高老婆 你高老婆 居下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我老公喜不喜欢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就是想羞辱我 行了行了 你饭还吃不吃 炒一炒去头都痛 高老啊 你这个老婆也太不懂事了 好喝的去他还不让大家都不开心 实在对不住啊 叶哥 大家 要不这样吧 给叶哥庆祝那瓶酒 我来买单 大家就别A了好吧 叶哥 你看高老已经替他老婆 问错了 要不然 你勉强给他个面子 好吧高老啊 我就给你个面子 哎 好好 好的叶哥 你们 你们摆明了就是欺负人 林初夏 你老公都站出来给你解决问题了 你还不知 赶紧闭上你的嘴巴 主张 你就少收两个人 还想不过你 叶哥给你这个表现的机会 你就赶紧收下 你就别在这里 你老公那么黑了 我 伯源 上你们店里最贵的红酒 好的 您先付一下款 我们这儿最好的红酒 是我们老板珍藏的法国珍品 一瓶480万 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480万这么贵 性贸有高老这个人大多 不然这不可能出现 人出现还是有点用的嘛 400多万 我可负不及 高朗这次 怕是要破产了 这么贵吗 这么多了 你不会舍不得吧 不是舍不得 是这480万 负担不及的 这个能不能换个便宜一点 哎呀 你就别过去吧 怎么着也是个公司的老板 抓紧付钱吧 谁让我们看不起你啊 我看 你们就是想故意为难我老婆 林书下 我们叶哥可是北城的新首富 给你面子怎么能叫为难呢 你以为我们叶哥 什么人的面子都给的吗 给你机会你还不赶紧抓住 连一笔风流你都死了 要不我帮帮你 你现在和你老婆 跪在我和叶哥的面前 一人磕一个头 我就借了你点钱 要不然人服务员一直等着呢 别丢人啊 我觉得你这个体育很棒 老大 下次装逼的时候 我一定要尿病而行 这次啊 就当我们这些朋友 跟我叫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欺负你们又怎样 一个假富二代 一个乡村野富 我还就欺负你们了 怎样 你们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这对你啊 就已经很好了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这次叫你来啊 就是为了羞辱你 你以为你还是你从前的 那个高家大社 你们这么欺辱我们 我一定要让你们好看 哟 怎么 你一个穷三富人开始装逼了 我倒要看看你一个穷三富人 到底要翻起什么浪花 我们打个赌如何 哼 哎 你们听到没 一个穷摸蛋 要跟我打赌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哈哈哈哈 就是 哎呀 你就说你赌不赌 我临初夏 今天一定会让你们后悔 好 赌就赌 不过赌什么 你来定 免得又说 我一个大男人 欺负你一个小女孩 就赌你的公司 如果我今天买下这瓶酒 你的工资就归我 如果我今天买不起 今天我和高朗 就跪在你们面前 磕头喊你们爸爸 啊 啊 林初夏 算你有种 我今天就跟你赌 我要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初夏 老公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让他们给我们道歉 初夏 现在不是你红到的时候 我 我们哪有钱买酒啊 难道你真的 要把高智鸡蛋陪给你啊 你就不怕爷爷 把我赶出高厢吗 不会的 老公 你相信我 我一定不会 白白让你受欺负 这 我还是第一次 见你们这种 白白放上门 让人羞辱的成果呀 别哥 你待会儿 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了 仔细看看 这个林初夏 长得也还可以吗 你千万不能放过他呀 就是啊 让他们知道知道 得对的是什么人 则对的是什么人 雷初夏 你们说说 你是不是出门忘记 戴脑筒了 明明我老公 都已经搭认帮装网了 他自己上赶的找生意了 你们真的以为我买不起是吧 好啊 要不然 你们也赌一赌 装逼吹牛 你雷初夏 敢疼边 他没有人敢疼鼻呢 你们啊 就跟他赌 我看他也是现在抱着 不要脸的精神 来挑衅我 好 我们都听叶哥了 待会儿叶哥要是输了 你们得打他十个耳光 并且 还得自己护衫耳光 你们的工夫 归我老公 如果我们要是输了 任你们出去 很好 李初夏 你成功激起我的胜负欲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 瞧瞧你把我当屁猫似的 啊 跟我赌 我就不信我弄不死你这个黄脸婆 好 都听叶哥了 明明说下 我们就跟你赌 哈哈 有你们哭的事 喂 刘明 我要买飞达酒店最贵的酒 你让他们马上送过来 对了 你也过来一趟吧 是 华生 我马上跟你玩 哟 装机中的还挺像 我倒要看看一会儿谁跟你送 李初夏 你何苦呢 难道你真想拉高市下水吗 高朗 你这次 算是灾了 这都是拜你这个老婆所赐 李初夏 我看啊 你还是赶紧求饶算了 反正早晚都要跪下来求饶着 何必这会儿强撑呢 不想 你难道真的想赔上高市吗 老公 你相信我 不会的 哼 刘明 咱俩太远了 本来就想着言语上羞辱一下 高朗就算了 他没想到 李初夏这个蠢货 竟然想把整个高家都给给进去 高朗啊 李初夏是你上辈子的仇人吧 我听说 1201来了一位信业的客人 是的 点了什么酒啊 给我 我给他拿过去 刚刚老爷打电话说 让我送咱们酒店最贵的酒 给1201的顾客 说是贵宾 那一定就是我男朋友叶哥了 啊 男朋友 行了行了行了 我犯的着跟你讲嘛 把酒拿给我 忙你们去吧 好 不好意思啊 让贵客久等了 这是本店最好的酒 相信各位一定会爱上它的 什么 他真送过来了 你这下风鸣成功了 肯定是巧合 珊珊 你怎么在这 叶哥 你认识啊 当然认识啊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的女朋友 野珊珊 听啊 叶小姐的皮肤太好了 叶哥的女朋友 就是漂亮 就是啊 叶哥真是好服气 那当然了 我女朋友啊 可是真正的白富美 她家啊 可是开酒店了 好了 你们就别夸了 这么多人 多害羞啊 原来老婆是真正的白富美啊 怪不得你的气质这么出众啊 哎 哎 珊珊 你怎么在这 忘了跟你们说了 我的爸爸呀 就是这飞达酒店的老板 我就是这里的小老板啊 哎呀 你爸爸是这老板啊 宝贝 你怎么不早说啊 那这么说 这瓶红酒是酒店看在叶哥的面子上 才送来的 林叔夏 你死定了 就是啊 林叔夏 你赌输了 这酒可不是你买的 就是 赶紧和你老公跪下来 给叶哥和我们磕头认错吧 就是 刚好我女朋友也来了 正巧 你们一块儿 给我女朋友也可以的 怎么了 这个处女人惹你生气了 哎呀 没事 宝贝 现在啊 就让他给我们道歉 做错了就赶紧道歉 赶紧让我男朋友生气 我看你活腻了吧 下 我不知道你 这酒 你确定 是看在叶哥的面子上 还送过来的吗 都死到临头了 林叔夏 你还想狡辩 哦 我知道了 现在想耍赖是吧 不想兑现赌约内容啊 给他点颜色瞧瞧 我看啊 我就是对他太好了 好的一个 我看也是 你一个大男人打我一个女人 传出去 你不怕被笑话吗 他不行我来 嗯 看你才能说什么吗 初夏不懂事 我可以代替他向你们道歉 但是 可不可以看在以前的面子上 放过他一次啊 晚了 你以为我的耐心 你以为我的耐心有那么长呢 老公 你别求他们 再等一会儿 有他们好果子吃 你这个臭女人 阿姨巴掌 怎么了 扔我老公不开心 赶紧滚蛋 不要打扰我们品尝美酒 你 我也不会放过 我劝你 最好打电话确认一下 这瓶酒 到底是不是你本买的 我爸都说了 这瓶酒是给1201 这个包厢的贵宾的 这个桌子上 除了我男朋友可以被称为贵宾 你们谁还有资格被称为贵宾啊 刘明刘大叔 你怎么会来啊 什么 刘明 你哪个刘明 刘大叔 你是谁 竟然跟到我男朋友 不让我弄死你了 刘大叔 神明宫不主事 你必须对一般进去 那你打我东西我里面吧 为什么打你 竟然是我们花神宫的会客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 什么 什么花神宫的会客 我不知道 刘大叔问 您明鉴 我怎么可能会是花神宫的会客呢 你一定是弄错了 你以为我们花神宫会随便误会一个人吗 你现在是误会了 误会了 花神宫 你也可竟然是一群工 我们赶紧给他划去这些吧 对对对 我可不想被他连累啊 刘大叔把你给你做 炸你多累啊 林小姐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但是我们花神宫 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没有 只是刘明 我买的酒 竟然被别人冒领了 林小姐 我们会为你处理好 林初夏 刘明怎么对林初夏这么好 刘明 你 林初夏 林初夏小姐是我们花神宫的贵宾 谁欺负了他 我们花神宫一个都不放过 什么贵宾竟然是林初夏 老公 你也知道 我救过花神 花神说过 我有事 他会帮我的 周夏小姐 你说 先处理哪一个 当然是按照刚刚的赌约来 叶哥 酒是我的 你输了 该不会 是想耍赖吧 你胡说你个贱人 这明明是我爸送给叶哥的 叶哥你看他打我 我长这么大他都有人打开我吗 谁让你不老实在那可是花神宫的人 他就打了又不会少块肉 无论不断 你心想吃 好啊 叶哥 让你是这样的守护 让我看得到眼了 叶小姐 你要是再敢为林初夏出言不训 我们花神宫一定不放了你 我想 你也不想让你爸爸来进店 被公司收购破产了 叶哥 你该履行你的承诺 把你的公司输给我老公吧 林初夏 哦不 弟妹 我 我不想失去公司 您看 我们的赌约 我换种方式 这样 我给你两百万 现金转账都行 你 你放过我吧 林小姐 你有不满意的 尽管提要求 这些欺辱你的人 花神宫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局 初夏 初夏 大人大量 忘了我吧 是我的错 你别给我计较了 你别 别让刘明收拾我 我不想破产 我不想当乞丐 老公 你说 我们应该放过他吗 初夏 你是花神宫的贵客 这刘明自然是听你的 至于这位叶先生的下场 还是你做决定吧 刘明 既然他不想破产 那就让他破产 不然 我和我老公的委屈 可就白受了 不不不 不不 我该死 我该死 求求你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够了 够了 看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 朋友分上 你就惹了我一次吧 八十人工 已经给你下达了收雇美念 在你手机里 你惹产了 我完了 全完了 到你们了 刚刚我们的赌约 我赢了 你们该履行你们的承诺了吧 我错了 我错了初夏 初夏 到了 你们随便打我 我们全家 就指望这个公司都养活了 初夏 你行就好 换我那条活路吧 你们欺负我和我老公的时候 可是一点活路都不给刘啊 都都是 都是叶哥让我干的 他说他看不惯高朗 让我故意把高朗片来想羞辱他了 初夏 高朗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我是被逼的呀 你这种人最恶心 一点做人的底线都没有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吗 你还要是吗 我 我 我还欠了很多钱啊 你不能收了我的公司 不会死的 你都到现在了 都闭口不提你的错误 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挽回你的公司 你觉得我会让你如愿吗 我什么都给你费下了 你还要怎样 你是要逼死我吗 初夏你没事吧 胆子不小啊 我都跟你说了 林小姐是我们花生公的贵宾 你还不把我们花生公放在眼里是吧 你 我碰了六名 我刚刚就是鬼鬼没心卷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初夏你没事吧 我没事 本来我都打算放过你了 是你自己沉不住气 刘明 他的公司 还是别要了 我马上到吧 非几块 至于你们 刚刚的赌约都忘了吗 没忘 有巧言哥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打我 我给你们拼了 你不想我 你妈妈妈妈妈 我刚才打我 啊你这样打我老婆 这不是愿意服输吗 你这样打你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有花开没打 你打他我还打你 啊你 林小姐打我老公被骗了 你怎么打我老公被骗了 你怎么打我老公 林小姐他们交给我吧 你先回去 我看你也累了 好吧 那就麻烦你了刘明 剩下回吧 高朗别把我交给我给我 我 我竟然破产了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高朗 你出现 我 对不起啊老婆 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老公 我没事 我也没想到 朋友聚会啊都是假的 都是他们故意陷害我的局 我一定要让林初夏和高朗夫妇待见 我动不了你 难道北城开发宋家二少爷动不了你这个黄脸婆吗 上下 我走 嗯 嗯 说 喂宋哥 但是你不能不帮我啊 我可被人欺负惨了 谁 说 竟然敢欺负我宋和高朗夫妇 他叫林初夏是个贱 林初夏 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 林初夏这个黄脸婆 哪能入得了您的发言啊 混账 你竟然被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女人给亲了 你太丢我北城裁拔 二少的人了 这要是传出去 我的脸王哪个 宋哥宋哥 您消消气 听我说完吧 也不知道这个林初夏是从哪走的狗屎运 竟然当上了北城花神宫的贵宾 我就是被花神宫给够破产的 什么 你竟然被花神宫的人给弄破产了 是啊 宋哥 您怎么说也是四五家二寿 虽然 这林初夏是花神宫的贵宾 但他毕竟不是花神宫的人啊 白琴啊 我认识您的事 也没有透露给花神宫 您看 您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林初夏给处理了呀 算你小子体力 我宋二上虽然不怕花神宫 但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宋哥 这些 我都知道 但是 这个林初夏和他老公不光欺负我 他还说您 说您是 什么 骂我 他还说您 说您是宋家最不恕宠的儿子 说随时随地 就能把你扫地出门 他还说你 是个废物 这人 敢骂我是废物 走 看我怎么收拾 哎 哎好 那我现在就把地址给你发过去 这个窗户啊 还真是好不 一点就到 林初夏 这伞 扭完了 宋哥 这伞 还真是好不 一点就到 林初夏 这伞 宋哥 你看 就是 这个地方 真破烂 一会儿 我就帮你把照样人给收拾 哎宋哥 要是这个林初夏在找花生公帮忙 那我们 你不会弄错了吧 我可找人打听了 这花生公 可没有一个叫林初夏的规逼 什么 这个林初夏竟然敢骗我 哎 宋哥 一会儿等林初夏来了 我就用这个假句碰瓷他 你呢就借过好好玩死他 你这小子还挺聪明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这个黄念婆 给我下跪求饶了 宋哥 能让您开心一下 是林初夏的福气 哎 哎呀 该你表演了 你可把戏给我演好了 您瞧好吗宋哥 啊 我的音乐 你他妈没长眼睛吗 怎么敢往人心上撞 我 我没有不是我 是他自己过来撞的我 叶哥 原来是你 哎呀 林初夏高浪 你们可算是倒了大霉了 这玉啊 这玉啊 可是我旁边这位宋二少最喜欢的玉 你们竟然把他的玉给撞碎了 宋二少 北城费发世家宋家的宋二少 哟 哟 想不到你们香巴老儿还有点见识 还知道我是谁啊 那你们创坏了我的玉佩 那你们创坏了我的玉佩 你们说怎么办吧 就是啊 林初夏 你说怎么办吧 你欺负我就算了 我啊 好不容易在宋二少身边找到工作 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 故意撞到我撞碎宋二少的玉吧 你胡说八道 我没有 好一个故意的 我看你是活腻外了吧 敢碰坏我宋二少的玉 对 宋少 我看林初夏 他就是故意的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让他赔钱 我就不是故意的我更没来欺负谁 肯定是你的手下 故意报复我 故意把玉摔废的 宋少爷 你就这么相信他说的话吗 是啊宋少 您手下留情 初夏绝对不是那种 为了欺负别人 就随意打坏别人东西的人 怎么 你说我宋二少是傻子吗 我说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走啊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您别生气啊 宋少爷 你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是我摔碎的那个玉吗 我刚才都没碰到他 都死到临头了 林初夏 你还在狡辩 林初夏 你完了 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 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 并且把我的皮鞋给我擦干净了 我就不要你双倍赔偿了 只要你们按原价陪他就行 听到了吗 还不赶紧跪一下 多亏现在宋少大发慈悲 林初夏 你就偷着乱了 宋少 你手下留情啊 我们肯定会赔偿给你的 你就放个初夏吧 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别求我抓紧时间给我跪着 别逼着我翻脸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老公 你没事吧 宋少爷 你也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我宋少想打就打了 你算哪只葱啊 你管我 宋少 您看这个林初夏 他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您还是让他双倍赔偿吧 正好啊 让他老公也把高氏都赔进去 我看他还怎么当高家的儿媳妇 我看也是 林初夏 既然给你机会你不要 那你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赔偿吧 八百万 这下看你该怎么办 什么 八百万 那 那 宋少 我弟初夏给您跪下了 您您就少一少 你不要为了我给他下跪起来 现在我反悔了 谁让我刚才给你们机会 你们不抓住 现在我要两倍的赔偿 并且你们下跪给我道歉 不然 我就让我爷爷把你们赶出北城去 宋少 您说的太对了 这种垃圾就该滚出北城 求您不要 求您不要这么做啊 老公 你不要求他们 我赔 什么 初夏 那可是八百万 你拿什么赔啊 老公 相信我 我有办法 难道 难道你又想找花神工 可是这次是钱呀 他这次一定不会帮我们的 林初夏 你别以为上次有花神工的人帮你 你就是花神工的人了 我们宋少可都查清楚了 你根本就不是花神工的贵宾 别白日做梦指望花神工的人来帮你了 花神工帮不帮是我的事 和你这种阴险小人无关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小人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搬上花神工的高枝的 你这种人 活该破产 我老公之前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陈下 别吵了 花神工 的确已经还过人情了 这一次肯定不会再帮我们了 要不 我们还是 给他们先道个歉吧 林初夏 你还是和你老公学学吧 早点看清现实 早点求饶的话 弄不好我还发发慈悲饶了你们了 老公 我真的赔得起 你相信我最后一次 我再也不会让你丢脸了 看不出来 林初夏 我宋二少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到你这种 厚颜无耻 吹牛逼都不带脸红的女人 我安三倍赔给你 但是你要为你刚刚随便打人道歉 如果我付不起 我马上跪下来求你 这个赌你敢打吗 哈哈哈小姨你听到没 赶紧让林小姐给我们转账 我要三倍 一千两百万 来好松手 马上让他转账 初夏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上次只是运气好 难道你这次你真的要把高市集团赔进去啊 高冷啊 这次你算是惨啊 你就等着破产了 我受了苦 你也要受一遍 哈哈哈 真有意思 我还真想给你们道歉 但是 你痴人说梦吧 是不是痴人说梦 你马上就知道了 待会我别耍赖不道歉 来 小燕 让他转着 我看看林小姐能给我们转几毛钱 林初夏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说的可是一千两百万 可不是一千两百万 看你这转钱的架势 底气还挺足的 你还真是说对了 你就是小看我 我说的可是一千两百万 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你该道歉了 哈哈哈哈 小燕 看看林小姐给我们转了多少钱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东哥 啊 这不可能啊 林初夏他 真的转了一千二百万 什么 这不可能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真的是一千二百万 怎么样 该道歉了吧 干什么 我 这怎么回事 你不说他就是一个黄脸婆吗 他就是一个黄脸婆 初夏 你你你哪里那么多钱呀 是花神工给我的作为报答 花神工真大方呀 你这废话 连这个事情都没弄清楚 刘亲 你也会解刀 刘亲 我over 不让我爷爷把你赶出北城去 初三 要不还是算了吧 他可是宋家的二少 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那好吧 老公 我听你的 算你实相 行 你不道歉也行 但是他得道歉 像他这种只会挑拨离间的小人 宋少还是尽倒远离吧 对不起 初夏 我错了 我不应该在旁边添油家醋的 你就放过我吧 我已经破产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求你了 放过我吧 别再让我看见你 下次看见我和我老公 别再找事了 否则 我又走了狗屎运 有花神功撑腰 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知道了我一定不会再犯错了 一定不会了 赶紧去开车 这么离开这个地方 我再也不想来这里 赶紧去开车 好好好 可惜这块好东西了 没事 咱带回家吧 说不定还能修呢 好 今天可妾子坏了 你不是说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吗 你不是说林初夏是一个穷光蛋吗 宋哥 您消消气 我也不知道花神功还给他送钱了 今天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您放心 一定还会有机会了 今天这口气 我一定找机会发现出来 林初夏 很好 我记住你 一个黄脸婆 还想让我给陪你道歉 是 是 林初夏 他最近就是由花神功给罩着 等过段时间啊 花神功把他忘了 我们一定会有机会收拾他 哎好了 先送我回宋家 我到底打听打听 这个林初夏 和花神功到底什么关系 宋少 您看我们不如从林初夏的老公 高朗先下手 对呀 对付一个开公司的人 可是容易的多了 这回你终于开窍了呀 都是宋少您调教的好 我这就给有和高氏 有关系的人打电话 我看谁还何干和高氏合作 宋少 您应用 那当然 我北城宋二少 岂是被他们能够欺负的 林初夏 你等着吧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老板老板 不好了不好了 我们所有的合作方都撤资了 包括和我们合作最大的唐老板 他也突然不跟我们合作了 我们是不是要破产了呀 什么 唐老板也不合作了 是的呀老板 你先出去吧 我亲自问问唐老板 好好好 老板 唐老板 是我 高了 高了 那个 我就是想问问您啊 您到底为什么要取消和我们高氏的合作呀 我们要是做的什么不对 您尽管提出来 我们都可以改的 哎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就是不想合作了 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喂 喂 唐老板 怎么回事呀 老公 我来给你送饭来了 赶快过来吃吧 我不饿 出什么事了老公 黄老板和很多老板 都已经取消了和我们高氏的合作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先去趟厕所 难道是凤河故意报复 我得给刘明打电话 查清楚 刘明 你调查一下 唐老板他们为什么突然取消了和高氏的合作 稍等华神 马上给您调查 嗯 华神 查清楚了 这个唐老板收了宋家二少的钱 看来这次高氏的商业危机 都是这个宋二少搞的鬼 我知道了 那这件事情 就拜托你解决了 华神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你 免得他担心 我亲自去找唐老板 老公 你再等等 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你现在去找唐老板 他肯定会躲着不见你的 可是 没什么可视的啦 你相信我 事情啊 一定会有转机的 对了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 那个宋家二少爷 你还记得吧 他的那块玉佩 根本就是假的 什么 假的 嗯 白白额了我们一千二百万 他可是北城拆扎家宋家的二少爷 虽然说 他在家族不受什么代价 但那也是宋家的少爷啊 怎么可能哪一个假的玉佩来额了 估计是叶格搞的鬼 你觉不觉得 这份高氏的危机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可是我们跟宋氏的人无冤无仇 他为什么一直找你麻烦呢 有些人永远不知道尊重别人 老想欺负别人 看来 这事得找爷爷帮忙了 宋氏的人可不是我们想见就能见的 别着急老公 我拜托花生公帮帮忙 你告诉爷爷 爷爷一定会说你的 这 会不会不好 我们最近可是一直麻烦花生公呀 反正花生公说了 帮助我 就是为了报恩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哎 这花生公可真是大好人啊 花生 事情已经办妥了 唐老板马上会去高市那边重新才合作 好 老公 唐老板来了 他会重新和高市合作的 什么 老板 唐老板来了 我马上签合作 哎呀 高总啊 实在对不住啊 是我底下员工搞错的资料 还需要合作的 刚才电话里实在对不住啊 您大人大量 哎 哈老板 哪里的话 人都有失误啊 人家传情 人家传情 来来来 快坐快坐 不愧是高老爷的分子啊 嗯 不愧是高老爷的分子啊 不愧是高老爷的分子啊 就是大气 来 我们马上签合作 来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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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今天 我看谁能签这个合同 唐老板 杨凤英维啊 你收了我的钱 还能和高老 签合同 宋 你怎么来了 要不是我安插了眼线 我都不知道 你背着我来签合同 苏壮 您体谅体谅我 我刚才接到 关费集团的短信 让我立马来高市签合同 不然就收购我的公司 我不想破产 你个蠢货 你觉得高市 能和花生公扯上关系 你就是被骗了 怎么会呢 您啊 肯定是被骗了 没想 要是高市 真的攀上 这个花生公 这个高真啊 那高市集团 怎么到现在 都是一个小小的破公司 这 我就知道 要是你们搞的鬼 林初夏 你可真是你老公的寄生虫啊 你老公到哪儿 你跟到哪儿 你嘴巴放干净点 哼 他老板 您是相信我 您是相信我 您还是相信一条不知您的短信呢 那是 宋超 我肯定选您啊 这合同 我看算了吗 哼 林初夏 这个北城 我还是说了算 汤老板 你确定要出尔反尔 和小人混为一堂 林初夏 你老板 你就别装 我可都查清楚了 这几次给你出头的都是花生公的刘明 我看你啊 就是不要脸 勾搭了你 我还想你怎么能敢惹我生气了 你胡说八道 我们送的时候要弄着污蔑你 就承认了 我被人家老公干什么见不着人的勾搭 高老 你是不是给我们男人丢脸就大发了 你的头下都一片绿了 你自己还磨在鼓里吗 就是高老太丢人了 我要有这种老婆 我早就把他修了 简直不要脸啊 伤害死了 你以后 你们 你们现在是 你们别胡说八道 初夏是不可能背叛我的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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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瞅自己说这话 我劝你啊 抓紧时间把林收夏修了 我可能还看在你被老婆绿的份上 示唆给你一两个笑 够了 别再胡说八道了 初夏只是帮我花生公的老爷 才得到二十分的八分而已啊 哈哈 哈哈 这种低级的借口 你也相信 就是啊 你看看你被林初夏又又又被害的丢了像 你说以后你爷爷会不会把你赶出高家 为了一个林初夏这么做 太有吃的了 我今天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被我们戳穿了握瘦事 恼羞成怒了 哈哈 林初夏 看你啊 哎呀 九天 你总得照顾照顾高老 看高老现在都被你害得像什么样 我林初夏对天发誓 我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我老公的事情 老公 你相信我 不要中了他们的圈套 看吧 看吧 你老公也不信任你了 我看你还怎么狡辩 你呀 水性摇发的女人 就该被万贵打死 哈哈 你们这些挑拨离间的小人 一定会被我放了你的 我没放过你们的 哟 我倒是看看你怎么个不放过法 你以为我是随便什么人吗 我们宋家 可是一个花明国的流明可以欺辱的 就是 林初夏 流明不过是花生公的一个大主管化 你以为 谁宋家会把一个流明放在眼里 我告诉你林初夏 既是花生公的花生来了 他也得给我三十遍 更何况 你只是勾搭了一个如明 这一天呀 就是你的死期 我宋和 还不惜治不了你一个臭女人 哈哈 现在是不是后悔了 林初夏 当初害了我破坏 我告诉你 风水轮流转 今天宋少一定把你教训 你们确定你们认识花生 喂 刘明 凤家二少不仅欺辱花生 麻烦你处理一下 竟敢欺辱花生 这个孙二少是不想活了 花生放心 花生公一定给他个教训 喲 现在都耽误我们的面 直接联系刘明了 你可真的越来越不知道廉耻了 好了 现在你看清楚了 你老婆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贱女人 老公 你不信我 你总该信花生公吧 你不是真的以为我是这种女人 说一下 可是花生公对你的确太好了呀 我跟你说过了 花生公对我好只是为了报恩 行行行 多么琢磨的借口 林叔下 你怎么还不滚出去 还得把你的情妇叫来 你怎么能这么的不要脸 我都替你老公觉得不值 我警告你们 最好想清楚再说话 你说我背叛我老公 拿出证据来啊 刘明帮你就是证据 怎么花生来了 你们两个就等着被开除北城吧 林叔下 你一定会被赶出北城的 不如我们打个赌 被赶出去的人一定是你们 你以为我还会怕你吗 一个贱女人爸 说大话谁不会 你看看你老公 陪瑶瑶 对不起林大姐 我来晚了 让你收拾去 呦 林明 你可真干来啊 我要是告诉花生 你勾搭勇富之富 还利用花生工的特权 让人破产 你觉得花生工 还容得下你吗 就是 就是 你竟然为了林初夏 把我的公司给搞破产 你不要脸不好 送上好大的口气 我们花生从不见外 你不确定能够见到他 还有空上 你最好给我闭嘴 你爷爷已经在路上 我猜这种爷爷会再放过你 我猜不信你的鬼话 即使我爷爷来了 他也一定会站在我这边的 哈哈 宋少待会最好也这么自信 你往哪走 刘明 这个人 出尔反尔 也刘不得 已经按照林小姐的要求 收购公司 万费集团已经派人在路上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什么都没做啊 请问你们放过我 要不是你贪财 奋何就钻不了空 今天我老公也听不到这么恶心的话 什么 我的公司 我冤枉了 我太冤枉了 林初夏 你挺有脾气啊 刘明来了 你说话都有底气了 你 你敢打我 我可是宋家二少 你个狗东西 你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 如果 宋少再要胡说八道的话 那 爹爹 爹爹 你终于来了 去去你的李不明 他敢打我 那 他敢打我 就 哎呀 你不是 你先在哪 你也打我 你也打我 劉總管,小兒無知,請劉總管多多點諒,我們鳳家以後還要做什麼事。 我們老爺的靠花神宮多多觀賬,多多觀賬。 宋老爺客氣了,我們老爺的說了,只要宋二少能夠求得我們花神宮貴賓,林初夏小姐的原諒,我們花神宮和宋家永遠就好。 聽到了沒?還不敢和跪下求初夏小姐的原諒? 我,我不到,我憑什麼給你一個賤女人道歉? 你,你今天要是不道歉,就和我宋家斷結關係吧。 我宋母人,沒有你這個歲子。 我,人,不要,我到,我到。 我,我對不起你,我不敢忍你。 我不想被我遠遠拋棄,我求你放過我吧。 我不敢忍你,是我永遠無尊。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 但是你和他,上次用一塊假魚碰刺我們1250萬的事情,是不是該有個交代? 什麼? 你,你竟然還這麼孤單? 我,我,我馬上還給你,雙倍,雙倍。 雙倍,雙倍倒也不必。 你只要把我們1250萬還給我做。 那我,先把他丟走,我還給你帶走。 你怎麼做?你怎麼坐,我家裡把他拿來的水,我。 你別碰我,老的被你害的,還給我騙嗎? 李小姐,這個人要不要幹什麼。 是你自己不珍惜 李小姐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李小姐 您别让林明豪感觉被伤 到了 你求求你老婆 放我 放我 出夏已经给过你机会 你不珍惜 还想刘明来报复我出夏 你还要我怎么帮你 这 再也没有这 好 李小姐 光老先生的合作 后续和其他人继续 你不必担心 还有光老先生 李小姐 当初对我们花神功有恩 我们花神功向来是 滴水真 永泉相报 还请你不要不乱揣测 这下 你总该打敲怀疑了吧 对不起老婆 我是被宋和他们说糊涂了 我以后绝对不负私滥想了 好了 1250万 我们去买车吧 你的车也该换了 真的吗老婆 你太好了 欢迎光临 二位看看需要什么车 好我们先逛逛 哎 那样不错 老公你去看看 好 好 好 我们先逛逛 哎 那样不错 老公你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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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好 好 好 嗯 嗯 我现在是单身哦 你什么意思啊 你单不单身 跟我老公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啦 我喜欢你啊 从上次见你 我看你对林初夏这种女人都这么好 他配不上你 你怎么能喜欢我呢 我都已经结婚了 我不在乎 虽然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很不美好 但是我让我爸调查了一下你 你一表人才 林初夏这种农村相父 怎么能配得上你嘛 你 高朗是我老公 我们两个是夫妻 你竟然不知廉耻 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别人的老公告白 林初夏 我可不怕你 虽然上次让你在那个王八蛋的聚会上 装了会儿逼 但是我已经把你调查一清二楚了 你一个没钱没事的 王脸婆 有什么资格和我一个白素美来争啊 难道你的爸爸没有教你好好做人 不要查读别人的婚姻吗 少拿家教说事 我爸从小到大就跟我说了一件事 就是我看上东西就要去抢 他会在后边给我善后的 怪不得你会和叶哥那种阴险小人谈恋爱 你俩简直绝配都不知道礼仪廉耻 闭嘴 小哥我提了个渣男 本小姐当时就是看走了眼 初夏 今天这个车就别买了 我们先走吧 别走别走别走 来来高朗 你不是要买车吗 在场的车你随便挑 我给你买 你简直欺人态势 老公 你挑 我给你买 叶珊珊 你以为只有你买得起吗 初夏 你 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会把高朗尚给我 但是你也要劝力而行啊 你已经调查过了 你一个买一把青菜都要讨价还价的家庭父母 你拿什么买 你以为买一辆车是几块钱的事吗 我买不买得起用不着你管 来人 这辆宝马730我要了 买给这位先生 哎哎好好好 我真像我被你看上了那位先生 哼 林初夏看到了没 你拿什么跟我比 同样的车 我要两辆 送给我老公 刷卡 哎哎好好好 你请坐你请坐 来贵客了 我请坐 好你一条 就这么容易相信 一个黄女婆的话 对不起对不起 叶小姐 我可告诉你 这个女人就是一个穷酸的乡村乙妇 她没有钱 但是可会装逼了 你确定她有钱来付款吗 你确定不先服务我吗 对对不起叶小姐 我刚刚只是想 想教育同事过来帮忙的 不需要就你一个人就行 你要再敢喊人我就投诉你 不喊了不喊了 我买好车你就开车带我去兜风 怎么样 叶小姐 请你自证 我是不会接受的 我知道你会拒绝我 只是因为林初夏在这里 反正我都给你买车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开车带我去兜风 叶珊珊 你这么相信我买不起 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赌就赌 我怕你不成啊 那就看谁买得起两两七三零 如果你买不起 你就跪下求我 跟我道歉 然后滚出去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如果我买不起 我和高朗离婚 好 我就和你赌 高朗 你听到了没 林初夏亚芬就没把你放心上 他呀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吧 我是不是死要面子 你会知道吗 哈 林初夏 你给我等着 小五 这个车我要两秒 现在就要 哎 好的好的 他马上跟您伴 赶紧的 我还抖着林初夏 痛哭流涕呢 哎呀 想起这个画面来 我身心舒畅 妈 你还都得不要啊 妈妈你真想跟我离婚啊 怎么可能 我能不是刚从上方大说回 那一千五百万吗 哈哈 哎呦 真是笑话 小五 你真是想用一千两百万 买两样 林小姐可是我们店里的一辆车就得两千万 林初夏叫你再装笔 你现在后悔的场子都清了吧 听到了没 一辆车就得两千万 同时 你怎么还是看不明白 林初夏他就是想跟你离婚 他一定是看到我这种大美女和喜爱你 自卑了 与其被人抛弃 叶小姐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一定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呢 我没有 高朗 我只是把林初夏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了而已 你就不要不承认了 我才是你的良配 叶珊珊 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鬼主 我也不想 你怎么不知道 哈林初夏 我懒得跟你分口说 小吴过来 卡卡烧啊 林初夏 你就等着跪下求我吧 高朗 叶小姐 这个卡里的如果刷不出来 你看一下是不是给她的卡了 什么 不可能 是不是你的贱人书窗密码 没有 没有 就是你给的卡 就是你给的密码 哎 我 我昨天给买的套书宝把钱都给刷出来 让我爸给打钱呢 怎么 大小姐的卡里也会有没钱的时候啊 我 我怎么可能没钱 我只是出门带错卡 那就是买不起了吧 刚刚的承诺该兑现了 我 我看你这么着急 想让我认输 你也买不起 我可不是你这么没素质的人 你放心 我不会耍赖 你不想认输的话 我就让你输的心服口服 初夏 你怎么能买得起呢 哼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装这一笔 刷卡 我问你小姐 哼 冰淑下 待会儿看不出来 我看你怎么收 你那卡是拿好 我也是 什么 什么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你们一定是在年齐 喝起会儿来演戏骗我的 什么 你真的刷出来了 老公 我上次不就说了吗 花生公给的卡 竟然这么多 你刚才说我演戏 如果这出戏这么好演的话 你演一个我看看呀 我 我 你不是只有一千两百万吗 我只是说我今天收回来一千两百万 我可没说我卡里只有一千两百万 明初夏 你杀我 怎么 你还想打我 如果你还要面子的话 就乖乖的愿赌服输 车 我已经买下来两辆了 你该兑现承诺 滚出我的视线 我才不会道歉呢 今天这出口气 我是咽不下去的 你给我等着 林初夏 初夏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回去吧 走 爸 你一定要给我出庆呀 被人欺负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的宝贝 谁敢欺负我叶静安的女儿 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一个叫林初夏的贱人 他竟然不给我面子 还抢揍了我想要的男人 什么 竟然敢抢我女儿的男人 放心 爸爸给你做主 哎呦我就知道我爸最好了 呃这样 你告诉爸爸 是你喜欢哪个男人 爸爸给你抢过来 就是上次我让您帮我查的那个呀 什么 高朗 对呀 高朗 可是他 结婚了 那又怎样 可以离婚吗 我不管 你要爸爸把他抢到手 而且 我也不想让那个林初夏好过 我已经有方案了 你什么也不用管 给我钱就行了 好好好 要多少 爸爸马上给你转 既然不能用林初夏和高朗下手 那我就从高姆下手 我就不信搞不定一个林初夏 阿姨阿姨 你谁呀 你拉我干嘛 阿姨 您是高朗的母亲吧 哎呦 您皮肤可真好呀 吹痰可破的 哎呀 姑娘 你可真是过奖了 我这都一大把年纪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呀 我说的是真话 阿姨 您这皮肤呀 二十多小姑娘都比不上您 哎呀 哎 你是我们家高朗的朋友 哎 阿姨 其实我是高朗的女朋友 什么 哎 你说是我们高朗的女朋友 你可别瞎说 我儿子早就结婚了 你别败坏他的名声 准确点说 阿姨 我是她的前女友 当年我去国外留学 高朗以为我不回来了 就被林初夏趁虚而入了 本来啊 我们您家的家产 可都是要给我未来的老公呢 啊 啊 这丫头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一看就有钱 我儿子应该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呀 林初夏那个乡下女人 她哪里配得上我儿子 哼 看吧 看吧 老娘可是把最贵的衣服都穿上 我就不信你不上高 哎呦 那可太不应该了呀 你呀 我一看就喜欢 高朗就应该和你在一起呀 哎呀 那个该死的林初夏 趁虚而入 把你们家对活 给活活给拆散了 那可真是不要的 我本来都放手了 只要高朗 信你就好 哎呀 可是我看到林初夏 那个黄脸庖的样子 一点都配不上高朗 我看他不幸福 我就不想放手了 哎 孩子 你可不能放手啊 阿姨帮你 我们一起 把林初夏赶走 哎 好 多谢阿姨 走 跟阿姨回家 帮忙呀 马上就回来了 妈 妈妈回来了 阿姨 你可回来了 来 妈 你看看谁来了 好了 你走多回来 我等你好久呀 叶小姐 叶珊珊 你竟然还敢来我家 阿姨 你看 林初夏 你好失踪啊 林初夏 你太过分了啊 你怎么对我请来的贵客的 反了你呢 找死是吧 妈 我才是高朗的老婆 你怎么能向人一个外人说话呢 什么老婆呀 我告诉你 很快你就不是了 今天呀 要不是珊珊告诉我 我还真不知道呢 是你这么个恶毒的女人 硬生生的穿下了珊珊和高朗 你看看人家多么狼才女貌呀 你要不是非得你缠着高朗 人家不早就成了吗 嗯 妈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高朗 你就别瞒着妈了 珊珊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呀 赶紧把林初夏给修了 你看珊珊多好呀 她呀 才是你的良配 妈 你要高朗和我离婚 你怎么能随便听信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呢 是她一直缠着高朗的 阿姨呀 林初夏她变好黑白 我一个老女子 怎么能对不得了她这个蛇仙女人 你一定要帮帮我 叶珊珊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和你从来都不认识 高朗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 但我已经回来了呀 你起来 你就别再和我赌气了 我等着你离婚 然后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 高朗 你怎么和珊珊说话呢 你听听 珊珊对你多好呀 妈 初夏才是我老婆 你不要去夜山上胡说八道行行 儿子 你是不是糊涂呀 这个林初夏 跟哪里配得上你呀 我不会离婚的 你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哎呀 我辛辛苦苦 养大的儿子不听话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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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别人伤心了 你别人伤心了 高朗 你不要再惹阿姨生气了 妈 林初夏 现在你高兴了吗 你分得把阿姨气脏出院 你才开心是吗 我没有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哎呀 我的命真苦呀 家门不信家门不信啊 怎么会娶到林初夏 这种扫门心啊 哎呦 哎 妈 你别这么说初夏 怎么 你现在完全不在乎 你妈的死活了吗 我说他两句怎么了 我做个谈话 我不能说他两句吗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考你个林初夏 你到底给我挖个怪的什么迷回样 让他这么向着你 妈 高朗是我老公 他向着我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明明是这个叶珊珊 他发谎编故事挑拨离间 你竟然相信一个骗子说的话 哎呀 你觉得我是骗子吗 骗子会给你送那么贵重的礼物吗 哎呀 珊珊 你怎么会是骗子呢 阿姨相信你 相信你 妈 他真的在撒谎呀 我闭嘴 我笑子 珊珊得是堂堂的附加前纪 怎么会撒谎 你看看 这是他送给我的项链 这可是这个月最新上市的新款 价值三百万呢 可不是谁都能买得去的 原来您是被一条项链给收买了 你给我闭嘴 什么意思啊 林初夏 有你这么和长辈说话的吗 啊 你也太不像话了吧你 初夏 老老 现在你看清楚了吧 这女人表都不懂得尊重长辈 这表现和她离婚吗 妈 难道你不是因为这个女人送了你三百万的项链 你才觉得她好吗 林初夏 你 你太不像话了你 哎呀 哎呀我痛快 哎呀妈 妈 你没事吗 初夏 你少说两句吧 妈 你这年纪大了 我 老公 妈身体一向都很好 为什么今天素质这么差 难道不是因为我说中了她的心里话 她故意逃避吗 哎 老老子呀 你听听 你听听 她竟然说我在装病了 她是不是想气死我才甘心啊 哎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逼我和高朗离婚啊 你就是这个意思啊 是不是 哎呀 哎呀 儿子呀 她 她竟然敢吹我 哎呦 哎呦 妈 林初夏 你干嘛 我 我没吹呀 妈 你没事吧 你别加心心了 走开 阿姨你快起来 等事儿等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啊 儿媳打婆婆了 哎 龙山呀 我可是你婆婆 你个毒素 你居然敢推我 儿子 你看清楚了吗 这个女人太恶毒了 嗯 初夏 你话好好说 你怎么能推妈呢 我没有 你相信我 林初夏 你还敢表辩 难道是我自己摔倒了屋面里吗 老子呀 我相仿成性 这种女人 我们高架坚决不能要啊 你见了吗 可是 的确是你污蔑的我 你听听啊 造孽呀 我好歹是长辈 我怎么可能污蔑他 你别睁睁眼说瞎话 儿子呀 你可不能见到他这一边呀 你 我真的没有推你 还狡辩就是你推的 你凭什么打我 哎呦 儿子呀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呀 你可不能不管妈呀 你让他走 现在就走 我不想看见他 哎呀我头疼哎呦哎呦 所以高朗赶紧让他离开吧 免得快把阿姨气饶 说书下 要不你先离开一下 把妈好了 再回来 什么 你 老公 你竟然真的要赶我走 不是要赶你走 书下 就是你你先离开一下 妈气消了就好了 林初夏你就快点滚吧 爸爸都让你走了 正经常容不下你的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头疼哎 你让他走 我抓紧让他走啊 哎呀妈 你真的不用去医院 好 我走 但是 叶珊珊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高朗 这次你求我我都不会回来 初夏 初夏 高朗 别理他 就知道说大话 让他自己尽量 他就知道自己尽情尽量 儿子 让我回房间休息 来高家接我 给我好好调查一下叶珊珊 我要让叶家从北城消失 高朗呀 你要替我 好好招待叶珊珊 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你出去吧 哎 一定要好好招待 可不能怠慢了人家 啊 阿姨 你就放心吧 我相信高朗朗一定会好好的招待我的 你就赶紧休息吧 妈 您真的不用去医院啊 哎呀 我没事没事没事 我呀 就是被林初夏那个贱人给气掉了 睡一会儿就好了 妈 你不能这么说初夏 哎 我 高朗你都少说亮剑 你需要休息 还是珊珊懂事 你赶紧出去 你赶紧出去 珊珊呀 高朗呀 虽然 死心痒一点 但是呢 人还是不错 你呢呀 好好聊 嗯 肯定的呀 阿姨 你就别担心了 哎 走吧 叶小姐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怎么不这么对我 现在这种局面 你开心了 阿朗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也不想看到阿姨被林初夏气到生病啊 我就是在路上碰到了阿姨 对阿姨特别友好的 刚好呢 阿姨也特别喜欢我 你才来你家的 你就别误会我了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 赶紧从我家里离开 高朗 你消消气 你真的误会我了 叶小姐 请你自重 赶紧离开 否则 别抱着不给你面子 哼 高朗 我现在对你感兴趣是你的荣幸 你别不是抬举 要是哪天我对你不感兴趣 有你的好果子是 哼 嗯 这又是什么事 师傅 你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 你对他清楚了 叶珊珊和他父亲 明天会参加发生的一个军会 在活动线上 你可以彻底的兴趣 休息他 好 就明天 叶珊珊 这次我一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对了 你发信息给高老 让他明天带着他妈妈也去 好的 这就去吧 哎呀 儿子啊 你说花神宫为什么会邀请咱们参加这种级别的活动呢 我也不想听 不过花神宫的活动对我们高市有百利而无遗憾 哎 那不是珊珊吗 珊珊 哎 阿姨你来了啊 啊 我们呀是花神宫亲自邀请过来的 哎呀 花神宫可不是谁的面目都给的 高老你可真厉害 花神宫是看在抽象的面上才要求出来的 不用给我戴高帽子 高老 怎么跟珊珊说话呢 没事 阿姨 高老迟早都是我的 但是高老 你跟任亲亲事的吧 你还真以为你住下室的宝 哎呀 对对对 珊珊呀 她呀 就是有点害羞 你呀 多包容包容 哦 我肯定会的 哎 哎 你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我爸呀 他一会就到 哎呀 你爸爸那可是北城最大的飞达酒店的老板 确实是个大盲人 那当然 我爸可是花神宫老爷都得让三分的人 那当然了 珊珊啊 等你回头嫁给我们高老 我们高老啊 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些关系 一定不会让你受苦的 嗯 死老太婆 如一顺汉打得挺好 哼 我叶珊珊才不会嫁高了 你一定要把这个丫头给我留下 她的名下 可对有好多好人呢 我儿子啊 就该和这种有钱的女人结婚 李初夏的贱人 简直是白瞎我儿子 行了吗 该开始了 别耽误时间了 走吧 啊 啊 那不是林初夏吗 哼 还穿着人魔狗样的 林初夏 他怎么会可以出现在这儿呢 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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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 我出现在这儿 让你丢脸了是吗 没有 突夏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对不起 林初夏 你就是这么和你丈夫说话的吗 这不是你想看到的吗 看着我和高朗吵架离婚 你不是很高兴吗 初夏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哎 这种女人啊 就是不知好歹 白眼狼 哎 我们家高朗对你这么好 你就用这种态度吧 离婚 赶紧离婚 我和高朗离不离婚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会解决 林初夏 这地方你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偷偷溜进来的呀 就是呀 林初夏 你最好赶紧滚出去 不然啊 一会儿被保安抓走 这丢人 这丢人可不仅仅是丢你自己的 还丢我们家高朗的人呢 毕竟啊 你现在跟高朗还是名义上的夫妻嘛 听到了没 林初夏 给你个机会赶紧滚 不然我就喊保安了 好啊 你喊啊 看看待会儿被赶出去的是谁 林初夏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的 待会儿我看你怎么解释 初夏 一定是花神公请你来的 对吗 不是 哈哈 那一定是你偷偷溜进来的 林初夏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一个乡村野妇 也配来我们这种酒醉吗 你就不怕惹怒了花神公吗 用不着你操心 你不是想喊保安把我赶出去吗 你喊啊 我可是第一次建议这种 不知好歹的贱人要求 好我就满足你 初夏 叶小姐 你一定手下留情啊 初夏一定不是故意的 高朗啊 林初夏这种人就是得吃点教训 要不然一会儿冲撞了花神公 某位贵宾 你和阿姨都会受牵连 不会的 初夏 是花神公的恩人 花神公不会这么做的 你喊吧 叶珊珊 高朗的话不重要 今天是你我的较量 好我一定要你好看 你真的以为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吗 待会儿你别哭着求我 你难道就不怕惹怒花神公吗 哼 我才不怕呢 我爸一会儿就到了 再说了 有错的一定是你林初夏 有我爸在我什么都不怕 我敢打赌 待会儿求饶的一定是你 哼 口气不小 来人 晚安 这里有人四川一会儿赶紧把他弄出去 啊 啊 你 你竟然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花神公这样的场合 雷呢到你在这大哭小叫 我只是好心举报有人闯入 就就是这个林初夏 啊 大大 会长还敢任意的推草客户 抓起来 哎 啊 这 我 好路的人是他不是我阿姨 他给我解释解释啊 对对对 刘大主管呀 混进来的是林初夏不是珊珊 你给我住嘴 林初夏小姐不是你可以说 我 给我抓出去扔了 这 啊 我 住手 叶珊珊 如果你现在跟我下跪道歉 或许我还能让他们放了你 不然 明天的新闻 就是叶大小姐被保镖扔出门外的照片了 叶小姐不想出名吧 好 我还不吃严谦快 林初夏你给我等着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刘小姐 我以为叶小姐没有什么快道歉的 林初夏我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别蹬笛子上面 你赶紧让刘大伯放我走 不然 不然我就到外面跟别人说 我跟你老公睡了 让你身败名裂 多谢刘明了 今天也没什么事了 活动马上开始了 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嗯 你不想 算你识相 贵宾不可能永远是贵宾 花神宫这种大财法 不可能一直把你当贵宾 除非你是花神宫的人 不然迟早有一天你会被花神宫抛弃的 如果我说我就是花神宫的人呢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如果你是花神宫的人 刚刚你会那么轻易的放过我 现在刘明都走了 你就在这装兵 有意思吗 林初夏 我就让你蹦的一步 待会你爸爸来了 我一起收拾 出嫁了 你你没事吧 叶珊珊 看来我对你还是太好了 哎呦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轻轻推一下你就倒了 这可是个古董花瓶 一个天价的古董花瓶 林初夏你赔得起吗 刚刚明明就是你故意推的我 再怎么说这个花瓶都应该你赔 怎么说话呢 我只是轻轻的碰一下你 我可没推你 叶珊珊 我看也不必等你父亲来 我现在就要让你的公司破产 哼 林初夏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就不信你能把我们家公司搞破产 我们叶家背后还有好多企业呢 你以为我们叶家是好惹的吗 好 信不信是你的事 但是你一会千万别哭着求我 因为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 你以为我是吓到了吗 林初夏 你不就是因为之前无意中救了花瓶 才被花瓶宫当成贵宾的吗 前几次让你惩足了威风 你以为花瓶宫还会继续让你这么威风吗 林初夏 刘明啊 你要是这次还偏袒您初夏的话 我一定要让我爸在花瓶面前告你的状的 刚刚你为了他打我的事情 我就跟你不计较了 但是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刘明 这摔坏了的古董 比多少钱 假之八千万 八千万 林初夏这下你完了我看你怎么办 刘明啊 他不仅打破了古董 还造谣说要让花神工 让我们叶家破产 我想刘明你肯定不想让我爸去花神面前告状 是吧 你爸还是能够见到花神再说 叶小姐 现金还是刷 你你什么意思我都说了那是林初夏撞碎的 叶小姐 刚才后台已经告诉我 监控显示 是你故意推林小姐撞碎的互动 什么 我我没有 如果叶小姐还要狡辩 我们花神工 会把你告诉他 我我要等我爸爸过来 刘明你一定是被林初夏这个贱人给收卖了 你和他是一伙的 你们就会欺负我 我一定会把你的行为告诉花神 你就等着失业吧 顺便告诉你叶小姐 你爸爸的公司已经被收购了 初夏小姐就是我们花神工的主人 他的话就是圣旨 破 破产 什么叫 林初夏就是花神工的人 初夏 刘明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确实是花神工的人 初夏小姐就是花 你要是对初夏小姐不敬的话 我们花神工会毫不留情的收拾你 什么 他是花神 怎么怎么会 爸 爸你告诉我我们家没破产 林小姐宝贝 我 花神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都是我这不孝女 我已经带她离开北城了 绝对不会让她再打扰你和你的老公 请你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不会离开北城的 我怎么可以离开北城的 闭嘴 闭嘴 你知不知道你闯多大货 我们家破场了 彻底破场了 你爸我现在变成一个冲狂蛋了 你这次高兴了吧 爸你消消气 那我再也不会了 您 古大清场 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吗 我 我让她不孝女 现在立刻马上 道歉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这次不会再给了 刘明 让他们把古董的钱赔了再走 哦 叶先生 您的女儿刚刚不仅推了我们花神 还打碎了孤动 臭丫头 你还敢出花神 你 知不知道你多大的货 妈 八千万花瓶的钱 花神说了 看在爷爷的面子上 就不用你们给经费损失费了 你 你 你真是我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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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 送去院吧 我 你真是你真是花神 是 我一直没想好怎么告诉你 所以就一直瞒你 这太不可思议了 啊 那那初夏 那就是说 你现在是富可敌国的花神公主人花神 哎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别高兴的太早 我还没打算跟你们回高家 什么 初夏 你不会 对 还想和我离婚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你离婚啊 这和你是不是花神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对对 这婚姻不是儿戏 怎么能把婚随意离了呢 好人坏人还真是都让你做了 巴不得我和高朗离婚的事情 现在又让我回去 哎 初夏 我 我 妈错了 你就原谅妈 妈 妈给你跪下了 让我再考虑考虑 初夏 初夏 5 感谢观看